好 歡迎各位會議 各位復學 今天在這個陰雨綿綿的日子 特別來到我們政大尊重所 一起來紀念蔡任仁老師 從剛的項目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 他的畢生都是投注在研究院教學 我們學者的項目裡面很少出現去玩的 都是跟學生在一起 都是跟同事在一起 好 我今天早上一直在想要怎麼開城牌 這種陰雨綿綿的天氣的時候 我不明想到陽光普照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非常的健康 我們有很多的理想讓我們共同奔馳 可是我們大概不會想到 神或者佛與我們同在 因為我們太健康快樂了 可是如果是陰雨綿綿 你的身體跟你的精神都在一個谷底的時候 你決定要怎麼去做 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考驗 那我們有最後兩年的時間 跟蔡老師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發現他身體雖然越來越脆弱 可是沒有放棄他的教學跟研究 我們幫他整理了他的出改目錄 2019年他還在出改 當然不要提到他的技術的效果 那我覺得作為一個學者的典範 最光榮的一個發展就是創造一個新的領域 一個宗教學的領域 從五四以來 中國從來沒有去正式研究 但是我們近地有了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台灣第一所國立大學的中大研究所 這樣的一個領域 有師生可以相傳 有很多的研究題目可以被凝聚起來 我們正要感謝蔡仁寧老師他的投資 他的高瞻遠足 把他的理想化為行動 今天我們正大宗教所要進入第二十年的評鑑 正好滿二十年吧 那我想作為一個學者 開放一個領域 這個是他終身最高的成就 以後的人也都會記住他 那我們宗教所的師聖也會繼續保持 他替我們數目的點讚 繼續的去努力跟奮鬥 就好像在場的各位 都是與宗教學研究有關係的人 所以我們瞭解我們在這一行 一個典範學者對我們是多麼的重要 因為創一個所 成立一個新的學術研究領域 讓大家生活其中 而從來不重視的一個問題 一堆問題其實 宗教的這個問題 然後能夠有一個可以欺身祕密 可以有一個學術相成的一個原地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想各位跟我一樣 作為後輩學者 作為蔡老師的學生 我們今天雖然很遺憾 他英年早逝 但是我想我們對他的紀念 跟他的回憶 不會爭斷也不會停止 我們讓他的精神 跟我們的宗教所的發展 繼續在校服上 就能繼續走下去 好 謝謝大家 蔡老師的大學同學 也是我們的洪波齊老師 來分享一下 我就是按照我的講考來講 因為也是我自己 也是我生命當中的貴人 要不是他 我今天真不知道有多何方 其實我在印度 也就是在1991到1993 非常困沌的兩年 他也對我沒有受到信心 所以從東海到哈佛 從哈佛到政大 他一直好好保留 理理理想 讓我不用擔心太多 1970年我考進東海外文系 開出了人生一段 自我追求的事況 竟然那時候外文系學會會長 團木蘭 是離風無盡並茂的 吸引我們這些新生 其中其道 在東海也發浪漫的季節 歡迎大家來到東海 一切 東海的環境 讓人容易做夢 大學時我經常 漫步在蒙古的太陽 以及鄉市 市民之間 也經常走在武力大道 晚上 王王跟同學 在文學院的回廊 關心場面 當我在東海的日光 日子 跌跌撞撞 過得並不快樂 然而 也是東海 這個單純的環境 讓我認識了一些 終身的自由 厭忍便是其中之一 大學時代 我之所以過得並不容易 只要是因為 那是一個戒嚴時代 我叛逆的心 受到極大的壓抑 相當不滿意 單純的政治和學術環境 所以常在一些通知的課程 跟老師暢反掉 因為我被受過老師斥責 有時成績也被當掉 甚至受到新老師記錄 所以這個年代 此不同意見者 往往被當成一個 專稿對抗的一類對待 相當辛苦 東海四年充分激怒 也反映我年少的不安跟挫折 事實上 我能至於讀完四年 拿到學位 真的是非常萬幸 而這段期間 夜人是一個溫暖的朋友 把我當成自己人看待 是朋友的機車 我記得常到他 中港路老家打牙記 他也會邀請東海同學到 第一上七支 蜜多平 我們也常談到 對於未來的這種夢想 而這些夢想 讓我在苦問的日子 有了精神寄託 大學時代 我最大的收穫 便是叫他一勤 至今 勤以不變的好遊 這些好遊 更有幾位 目前 已期待正大教書 真的是人生的一大部分 我們這邊有幾位 正大東海的同學 張行輝老師 郭文貴老師 還有何萬聖老師 都在這邊 參加夜人的碎事會 夜人在東海的時候 便常跟我提到 想讀宗教研究的信念 這個信念 在他1983年 就讀哈佛神學院的時候 可以實現 他先讀了神學研究 壽事 Masthel Dialogical Studies 後來繼續共讀神學 古博士研究 就是TSD 他到哈佛時 便不斷鼓勵我申請哈佛神學院 認為 以期待台灣的虛度光明 不知道神學院來追究誰是生命 甚至自己的能耐 而他更是個說到做到的朋友 1985年 他神學院的同學 Tapazel Dialogical Studies 到台灣學習中文時 夜人特別指負他要幫我來升起 哈佛的神學研究壽事 他說以我個人的學識進去 可以來讀這個學位 因為這個學位是相對 有寫課的宗教研究課程 是我的個性 而哈佛神學院 宗教研究課程 基本上相當完整的 包括了世界宗教 跟比較宗教的相關課程 是可以在裡面 找到適合自己發揮的寫術未來 在他們的熱心幫助下 我很欣憐地適應到 哈佛神學院的免會 免學會獎學金 到哈佛神學院 讀手術學院 是我人生一個很重大的轉折點 而這個一切都要感謝夜人 我常常在想 如果沒有去哈佛讀書 真不知道今天流動何方 也可能就是風風樂過一輩子吧 哈佛的日子 不但讓我感受到 追求知識與思想的辛苦與樂趣 也讓我有機會去思考 如何開展新的學術生命未來 讓人生有著不一樣的業績 記得在1986年8月中旬 與他借巧的時候 我在夜人所做的 世界宗教研究中心 跟他打擾了 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在這段期間 他跟我分享 在哈佛神學 學習了種種經驗 他想跟我說 既然發了那麼大的力氣 來到哈佛 就好好地待上一陣子 看看自己未來 可以讀什麼 他說 我可以選擇兩年半左右 讀完授索 這樣子會比較聰明些 也可以找出自己的未來 他也在顯得上 跟我提供 不少具體意見 相知甚多 我在哈佛的第一年時間 到海德堡大學 他也請在那邊的 教委朋友 幫忙照顧我 讓我在一鄉 寂寞的一鄉 見上了不少的依托 我到哈佛一年之後 因為讀了法國人的學家 如一總共相關之中 開始對印度宗教 與社會產生莫大的信心 也跟夜人談到 這方面的轉變 他聽了之後 不會贊同 入寶山 總不能空手而換吧 而唯有像 哈佛這樣規模的大學 才可以提供 前方位 學生追求的可能性 但他要我做此規劃 並看看自己 能有多大本力 1988年 夏天 我到京都佛教大學 做短期研究中的時候 昨天 隆道先生義務 開始教我法門 開啟了我 寫寫另一個階段 實際上回到哈佛 恩怨人提起這件事情 他要我一定要在哈佛 進行修翻譯課程 因為他在哈佛的時候 總利用實際上 密集學習聖經 相關的經典語言 包括西伯埃文 希臘文等 甚至到學習這些 古典語言的辛苦與不義 要我好好堅持 或者半途而會 不但可惜 而且浪費時間 而人生實在 經不起這樣的玩笑 在哈佛神學院讀書的時候 可以說是 我個人在金子 絕球上最有安養的一段日子 其實不少大師 並找到可以 潛力以赴的學習目標 夜人 常幫我打擊跟鞭策 讓我雖常感疲憊 但生活去過得 無比的充足而愉快 只要是沒有他的 知念跟鼓勵 只要我在神學院讀書班的日子 可能會 絕對無比的孤單與無致 但由於他的潛力支持 我得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1989年 哈佛神學院畢業後 我沒有甚至上 哈佛宗教系的博士班 回到台灣 虔誠的一年多之後 在台大利亞老師的幫忙下 我到印度 J.M.S.巴拉里大學 學習梵文跟七大教 在印度的兩年間 夜人常寫信跟我打氣 叫我不要忘記目標 事實上 他一直 他對我一直沒有放棄過 生氣我一定 能夠再回哈佛讀博士班 我最後在1989年 回哈佛范里 一路研究學習讀博士班 特別感謝他 對朋友堅定 不予的鼓勵 與信賴 我覺得他就是這樣一位 為朋友盡心盡力 而無手求的一個副執政 我個人在此又有兩個請求 第一 以他對台灣宗教學會 及台灣宗教研究期刊的奉獻 與貢獻 台灣宗教學會 可以考慮 以他為允的協識研究之中獎 每年在聯會上 頒給研究劫持的學者研究生 金額不用多 但可以在台灣宗教研究 風裡飄搖的今天 帶動之研究能量 讓宗教研究 在台灣可以勇氣發展 第二 以他對 政大宗教所的負責與犧牲 可在首頂成立 差異人基督教激烈講座 不定期邀請 國內外相關學者 就基督教 以及華人基督教的不同主題 發表專題或激烈演講 讓他的專業遺產 得以在政大宗教所長年領流傳 謝謝 來到政大的第一年 他是到了歷史系 所以我們歷史系有很多老師 跟他曾經同 就是一在一起五年 那我們請歷史系的老師 為長方老師跟我分享 謝謝 我是歷史系的長方 我這樣講 你會到晚 有空氣水管 中國的經典 在《論語》中的句話說 記如在 記神如神在 詹恩教授是虔誠的紀錄主 相信他得其所歸 此刻在天上 看著我們為他辦追思會 他剛記政大使是在歷史系 他在戲裡的時間是1995年8月1日到200年7月31日 蔡教授在歷史系曾講授過的課程包括 西洋上古史、希臘語近東史、世界通史、 西洋史學民著選圖等大班的課程 都是講授課程 給學生的印象是有條理、有組織 我敢不說是因為最近碰到他20多年前的學生 他回憶起來是這麼說的 我第一次遇見葉仁兄是20多年前 1996年來戲應徵教職的場合 當時歷史系開宣 我有幸獲得面試的機會 面試是在百年樓 形式和現在幾乎相同 當天我大概講了半個多鐘頭 之後就是提問 有位年輕教師很認真地問 你在國內跟國外都讀過書 差異何在或是說其優缺點是什麼 我不確定我的答案是否讓他滿意 印象裡是回答的 喇喇喇喇喇的 稍後我才知道這個人就是蔡燕 我們常被提醒人不可貌相 但是我和葉仁兄的往來 卻是從人可貌相開始 我們剛認識很快就熟悉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可以被吸引人的樣子 那時候我剛進戲裡面 被課用去大多數的時間 心裡怨言很過 遇到他順便發現一下 他就表情認真地和我說 表情就知道 他說準備課程是要花很多時間 而且他還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他的同學 他阿婆的同學 藍美華教授 跟他說 說他也花了很多時間 準備課程累得要命 也就是說 他舉個例子叫我說 不到幾度 不是只有你累而已 二十多 除了這個以外 二十多年前 我跟他都很年輕 所以 戲裡面老師有教授大一歷史的任務 這個任務幾年後被取消了 當時因為有終點費 可以補一點點加油 多數老師也就躺下來 那有一次我在風雨走廊上 和他相遇 我要下山 他要上山 然後呢 我要下山去叫大一歷史 然後我們就停下來聊兩句 我才知道 他的大一歷史教得相對偏少 為什麼呢 他說他要多一點時間呢 跟精力 準備教學 跟做研究 那這是真的 因為他到宗教所的第二年就升教授 我也收到他的證書 偏寄於舊書 他升教授應該就屬於可貌相的那一部分 第二年是說 我之間似乎還有一點革命感情 也許是因為 兩個人進歷史系的時間相差不到兩年 這一點感情呢 還一部分反映在我跟他的詩疑上 2001年左右 蔡大嫂在座的徐玲林教授 在伯克萊拿到博士學位反派時 葉仁兄還和他請我在貓空吃飯 慶祝跟分享借我深感榮幸 他後來離開歷史系去創辦宗教所 偶爾在百年樓或三下校園 還是可以碰到 也會停下來聊兩句 我這個土包子曾經問他 趙傑南嗎 記得他的回答是 不算難 因為有私人單位 還是基金會之類 願意資助 像這種開會類的開銷 其實我心裡問的是 你向教育部邀錢 這個容易嗎 不過他的回答呢 是他從官方以外找到的資源 經過這麼一問 我才知道自己很笨 這個見識甚者 也就是說 宗教世界之大 不是我所想像的 鄭大宗教所 是當時第一所設在國立大學的宗教所 岳仁兄是出身哈佛科班宗教學博士 他主其士可以說得其人 外界的觀感自然不通 不過當時 有些人不了解宗教系的教學 與研究 有些人甚至認為 乾脆你宗教 宗教跟哲學並在一起算 大概他在創所的過程裡面 聽過這類的指引 所以有一次好像是在 汽賢樓自助餐廳 吃午飯的時候 遇到他 他就 哇 這是不夠錯 然後半開歪笑的說 和哲學系並 我看宗教和歷史還更接近一些 要不也是跟歷史悉病 不是嗎 雖然燕仁兄轉服務宗教所 我們除了在校園內 偶爾也會在校外會議上見面 大概是2002年初假的後期開始 中研院11所服務宗教授 主持一個大型研究計畫 燕仁兄和我都參加了 記得當時一起參與討論的 還有在座的黃國錫 蔡元林 以及這個 李楓茂教授的夫人 劉燕仁等幾位教授 所以那兩年呢 我們除了每一陣子會見一次面 做兒論到背後聚餐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之間的革命感情 還是持續下去 嗯 嗯 你知道媽媽咋咋說了一些 有一件事我實在不能不說 我覺得燕仁兄是個溫暖貼心的人 我剛回來那個學期 就是 972的學期 蘋果97年 第二天學期 在期末 有一天他把我拉到一邊 他說 欸 戲裡面的兩位助教 張曉寧 和已經離職的楊秀陽 我說這兩位 可以其中幫我們很多忙 我們是不是找個機會 請他們兩位便飯略表卸程 後來我們和兩位助教 就去了貓空某個餐廳 用完餐 有趣的事情在後面 那在那之前呢 貓空曾經因為暴雨 他們是太過 所以把一小段路人衝毀的路基衝掉 所以那個時候上山公車班次有限 我們搭小黃上山 晚飯後大家聊得開心 時間就不早了 才發現沒有公車下山 也不可能搭小黃 大家就一路走下山 非常長的一段路 路燈呢就有一段沒一段 大家都害怕過往的車輛沒看清楚 提醒教材 後來有一部善心的發財車經過 又繞回來 我們才有變車搭 想起這一段往事 我想說的是 葉仁兄是因為 英文說的 A decent person 這事就提醒我 人規陰默認之功 我們應該不默認之功 這小事 我認為 這是他的唯一人的品質 彌大ロ我等模範 葉仁兄的離去 真令我感傷 因为他向来生活规律 因私有节度 可以说 私人也而有私集 人生真的无常 像一开始所说的 业人兄是基督徒 我相信他此刻在天上 看着我们为他办对世卫 我也相信他不在乎这些 那对于我们 对于我前面所说的 生前交往的天地 就算做得不准确 就算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相信他也是没效已硬 我说的对吗 业人兄 谢谢 蔡老师 在2000年 就是创立宗教所之前 其实是先有一个 台湾宗教学会 那时候学界一起成立 那我们在那之前 政大也有一个宗教研究中心 也是很多老师一起来成立的 那那段时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请 一个李峰浩老师来为我们分享 我想今年有 台湾宗教一遍的这一件事情 我想让大家都知道 今年是五世败亚 在所谓的中华民国 或是臺灣的學術談券當中 武士標誌的民主跟科學 而對於宗教接入救信仰救民信 這個影響一直到四九以後 臺灣容忍連續下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蔡老師建立去國外專攻宗教所 然後就有機會跟我們的絕言 過去在臺灣的宗教環境下 我們的這些對宗教有興趣的這些 那時候年輕的這一代 幾乎是分散在各不同的科系 譬如說像歷史、中文、來自於人類學等等 所以那時候在臺灣對宗教有興趣的 除了中研院民主神 因為有一點學術資源之外 其實我們都是分散的 所以那時候有一種聲音就是 那我怎麼樣找到同伴 那時候年老是被研究宗教的 除了宗教歷史有一頓之外 其實也不多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群朋友 大家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組一個 類似像沙龍寺的一種宗教人、宗教學者、 宗教年輕人共同交流的地方 這一群人就是台大的郭伯看、南極富、 蔣義兵等等 當然就發掘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決定 組織了東方宗教討論會 在這個討論會的期間 可以說那時候臺灣沒有任何一個學校 開過宗教理論課程 除了福大有神學院之外 其實都沒有相關的宗教理論課 頂多只有宗教史的課程 可能放在歷史或者是宗教文學 放在中文 除了這個之外幾乎都沒有 可以說那時候就是 他們宗教研究的沙漠 所以這個東方宗教討論會 就結局了一群年輕人 完全是自立的、完全是靠著興趣 然後大家結合在一起的 然後在這個期間呢 我們有一件事 因此跟這個宗教討論 就是只要是有臺灣的年輕人 到國外去讀宗教 然後寒暑教回來 我們都會請他 就把那個時間空下來 特別請他來跟我們做一些經驗交流 蔡老師就是在這種情況底下 跟東方宗教討論會認識的 因為都是年紀比較接近 所以大家在得到國外的一些訊息的時候 大家覺得特別珍貴 因為有東方宗教討論會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大概是只要每一次回臺灣的話 都會跟大家見面 交換各種不同的研究的訊息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什麼呢 持續到所謂的臺灣宗教學會的成立 所以在就冬天啊 有一段時間 在臺大就跟教育部申請了一個都市會 叫做我們必須要有研讀宗教理問書籍的機會 對 教育部那時候呢 相當的開明 就給了我們一筆錢 然後呢 這裏面除了做國刊 這個國刊是 其他人是Chicago 跟的是Antoni Yu 就是余國安先生 所以讀書的 我想我們在座的大概很多人都知道 在美國幾個大學的那個宗教的方向 並不完全相同 芝加哥啦 或者是哈佛啦 或者是包括什麼其他聖佛利斯坦等等 事實上他們都性質太一樣 但是呢 不論是這個什麼 像老舟是在芝加哥 或者是老蔡在哈佛 大家對於宗教的興趣是一致 所以那時候呢 就有老舟大概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大概就由老蔡來代賭 所以那時候呢 我們才有機會比較系統的 讀得西方的宗教學理論的這些著作 所以那時候我們每個禮拜的工作 那個燕兄他非常的細心 他知道說 如果你要讀整本的宗教學理論不太可能 所以他都會挑其中的最重要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台大呢 幾乎是有一個整體的計畫呢 然後把這些宗教理論補完 然後在這過程當中呢 大家覺得說 都是東方中的討論會 這樣的還是不夠的 所以到了那個時間呢 實際也相當成熟 就是這個所謂的黨國體制 對於這個宗教研究也越來越開放 最主要的是教育部也解決 台灣的各種科系都有 獨補沒有宗教宗教全滿 這個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呢 就開始大家就有這個意願 要籌組這個第一個正式的 所謂的宗教研究的團體 那我想大家知道 這個團體呢 跑得最快的就是林美 他說我們有一個小小的Q 我主要是林美 林 我想教教 林老師他做得比較衝 所以就衝得比較快 然後當然我們都是什麼參與者 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呢 就成立了台灣宗教學位 然後這個燕林兄 其實那時候呢 已經就明目非常清楚了 因為政大呢 在主大之後 接下來呢 這個有機會成立宗教研究的 研究單位 研究所 因為那個就是政大 這講起來非常的特殊 因為如果你要公立大學 要成立一個科系的話呢 通常都還要一定什麼 要不斷地說服教育部 這個很重要 要從國外把這個學滿的重要性 把它講得很清楚 然後呢 教育部的這些所謂的官員呢 他才會成立 但是這個政大宗教所的成立 跟這個韓宗教學會呢 有點不同的地方是 因為主大已經成立了宗教研究所 後來成立了宗教系 然後國藝的大學 雖然沒有一個所謂的宗教研究 這個教育部呢 覺得有點好像不太恰當 所以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其實我常常代表道教 譯明兄也會參加 還有什麼呢 齊海園還有理藝園 都是這些大統籍的 然後呢 在開會的時候呢 當然還有包括 副大的校長 副大的校長 所以那時候在一邊開會的時候呢 其實也互相的較勁 因為曲先生是反對成立 宗教研究 宗教系 你們不曉得 他講規矩很重的話 宗教教育就跟上一族教育一樣 是一種意識前代的教育 所以那時候呢 我常常扮黑臉 是來跟他對照 他講說一句話 他說台灣沒有任何一個宗教 一個大學能夠有資源 能夠成立宗教系 但是曲先生跟宗教代表的是 那一個時期的曲教授的論點 所以事實上台大那一直沒有成立宗教 宗教的系或者宗教的手 最主要的也是這個原因 他說連台大的資源 大家知道其實台大一定是有大師姐他們 但是他論了那個不叫宗教研究 我不曉得曲先生腦袋裡面的宗教研究 跟聖民主義教育的上口基本在哪裡 他相信大師姐叫做宗教史 他論了那個不叫宗教研究 所以這段的經過其實就在什麼 我們就在台灣宗教學會成立的那一個時間裡面 大家都逐漸的認清 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團體裡面 沒有宗教研究 這是非常難很難想像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這個林美宗出門出門最快 我們當然也都盡量的幫忙 所以第一任是林美宗擔任 然後接下來就交給我 但是我那時候一直一直我就跟林美宗講 我說你是做人類學的 你不能用人類學的宗教研究來代替宗教學研究 我說我自己不得不接的 但是呢我也覺得什麼呢 這樣不夠了 我說呢 我們應該讓宗教學會回到宗教學者的手中 所以我在擔任我的這段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不斷的在做這種轉型的工作 我們希望 我們因為總統研究對宗教學研究有興趣 但是念不表示 那就代表了宗教研究 念是叫做學 它有體系 有很多的理論 有很多的什麼基本的訓練 這個沒辦法用人類學 或者用宗教文學來取代 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到了第三屆 那時候因為正大已經成立了宗教所 也比較有資源 所以那時候呢 宗教學會才交回到宗教學者的手中 那這個葉林兄在台灣宗教學會的 這段時間裡面就盡量的讓所謂的宗教學會的活動 按照一堆國外的習慣 特別在美國的習慣 讓宗教學會的這種活動 它的聯會 它的論文的發表等等 能夠回到宗教學門的手中 也因為有蔡老師的這樣的一個經歷 所以後來什麼呢 主大等等 所以那時候就輪了一圈 幾乎是只要是有宗教學門的科系的學校 後來就輪了 一直到輪廣的正代中 輪到第二次的以後 後來現在才交到這個美華 陳美華教授 中間當然還包括林端 所以這段時間可以說蔡老師 無論在東方宗教塔幣會的這個階段 她跟這群年輕的朋友 注入了這樣的一種所謂的宗教學的研究的經驗 因為有了這一群 所謂的從東方宗教到台灣宗教學會的經驗 我們可以很豪氣地講 任何 台灣任何一個宗教系所的 比較資深的這些老師 幾乎都經過了這兩個會的吸引 反過來講 也因為這兩個會 讓宗教有興趣的學者能夠聚集在這兩個會 所以這兩個會跟宗教學者間形成了一個非常密切的互動班系 而這中間幾乎是彥林兄幾乎都沒有缺席過 沒有缺席過 我當時想 等下那個到了宗教系所成立的時候 鄭國雄也還會說明 就是他回政大以後呢 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要成立所謂的宗教成立宗教 他認為沒有成立在宮殿大城沒有成立宗教所 講那一些宗教的東西都有一點類似 像燃養品一樣 不能夠真正成為一個宗教研究的一個什麼 一個領域 所以這個彥林兄在經歷過這樣一個階段 我相信一個人找過來當然都會走 但是呢 有人走了以後 會留下有很多的足跡 我相信彥林兄就是屬這一種 雖然他已經歸回堅果 但是他跟我一起打聽過的 無論東方宗教草德瑞或者是臺灣宗教學會 特地是正大的宗教研究所 這就是一個紀念 所以蔡富人你放心 這樣的紀念會永遠在正大的這個學會 這樣的一個研究所 所有的管輩都會把他延續下去 這個宗教所的延續 這個宗教學會的延續 其實這裡面有彥林兄裡面的很多的薪水 也有很多的電話 我相信當時薄學中剛才有一些芥蒂 我們最後討論會再來做一個討論 但是我覺得一個人能夠創一個手 能夠當這個手能夠在臺灣的宗教研究上面 能夠承擔起一種所謂的歷史的責任 特別是在今年五四百年 我們來紀念他 那特別是什麼 特別是很值得紀念 那我想如果用這樣一個角度來看彥林兄 我想蔡富人你會感到特別的欣慰 因為他的精神 他的願望會隨著什麼這個研究所 隨著這是學會 隨著這一群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宗教研究所 會把這樣的一種光 把這樣的一種精神連續下去 所以我們在這邊等於是紀念這個彥林兄 其實我們幾乎已經等於在回顧臺灣一個宗教研究的歷史 我想這樣的一種過程 我相信大家一定是特別的時間 感到無數的紀念 好 謝謝 我們在2000年的時候政大成立了宗教所 那我也是2000年的時候就跟著蔡老師一起 就是到宗教所來援助 所以我蔡老師常常說我們兩個人是那個 好像那個怎麼講 我們自己那個創業 我們兩個是創業的夥伴 那其實在那之前 有好多跟老師一起創業的夥伴 那我們就歡迎林鄭國老師跟我們分享 他們怎麼創業 要講創業就把一些這個的檔案帶來 美根老師 哈囉 今天看到朋友以後來得多多的朋友 所以我們在這裏 這場的 某一方面來講是跟我們這團體 這個地方 這個學校 這個學會 跟臺灣的學界都很關鍵 某一方面來講 也是很個別的一個關係 特別在做事 我昨天從杭州回來 因為我到杭州大學 其實這次去就感受不一樣 因為讓我們請到 在成立中教所之後 那在越人修的代理之下 這個國企也記得 我們住一個放奔團 到中國大陸去參與這些重要的學術單位 那杭州就是設政大學 他們的基督教養教授 因為我這次也是到彼岸校圈 也在看那邊 所以這次需要感受 特別不一樣 所以從世人的角度來講 我跟越人修都是在半年樓 長期他幾乎至於到政大學 跟我們都是在一起 最長的就是在左後上 左後上送上一桌 那越人修常常跟我講 他的夢想 他的夢想是什麼 也許剛才我們提到了 這個百年的學術大業 我們的這個 mission 我們的 vision 我們的這個理想 但是他常常提到的是 他那麼希望哪一天 提早退休 去當尋三遠 尋三遠 就是 然後就是我們可以想到 他就像美國國家公園的 那些巡山美團 他們帶著同軍帽名 寫一個同軍的這個例子 然後 然後不是巡山 巡山下班以後做什麼 他就洗術 所以他有很多的這些技能 他真正就是說 學術界的東西是 實在是一個career 是個profession 但是不用忘掉了 這個葉仁雄本身也是一個宗教人 這得跟我不同 剛才提到宗教研究 我也是到中年以後 不小心就看不出了這裡 那這裡面有兩種情況 葉仁雄是真正的宗教人 他是做宗教研究 一個非常好的宗教的訓練 宗教室訓練 但是他本身也是一個宗教人 所以他一直他有一點希望 哪一天不要被那麼多 那些是不科會 後來才是科技部的東西幫助 然後我們要寫很多的論文 看很多的會 這跟我們要去寫書不一樣 這是他我不是想到的 而後來你看 我們忙到最後 連這個部的時間都很少 但是有一點過寒假 他跟美麗老師 跟他弟弟 他竟然有心情 開車到我家 我家在草屯 向下地道 然後他就是從台中到我家 那為什麼會從台中到我家 因為他跟我們 我們都是台中一中 都是讀台中的 他家也是台中 那他常常跟我講 我們講 葉仁雄都是那麼 那麼一副承擔的樣子 辛苦 嚴肅 認真 努力 但是他跟我們講 他的爸爸 日系時代的生世行 他說 他父親出去 幹嘛 都要帶來白生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這是有一個 某一種文化的 傳承的一些東西 用來引發點 在人的身上 所以這個是 我們現在在台中的 葉仁雄各來講 就是 我不曉得我在看哪 還是在看哪 還是在看哪 就還是 所以我常常覺得 以前 我們剛才在提到 我們在黨國時代 我們都是要追求 自由解放 強調個體 那現在我們 只要去回頭一個概念 一個 海德格所講的 海中南格之歌 所講的 日善 這是 邊位 這是 人是一個 共同在一起的存在 那 所以 這人其實去講一個文化 我覺得更多的 他們說 我們在一起 做事情 甚至開玩笑 葉仁雄也在開玩笑 不要以為他很嚴肅 他講了很多 冷笑話 好 剛才之前這個 這個 榮品呢 給我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 要我談一下 補一個律史的白 剛才提到兩千年 是成立宗教書 那葉仁雄是哪一年 九五年 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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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正大 那坦白講 葉仁雄到回台灣 又不是很順利 我被以前教育部 又有部承認 他的那個 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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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有點辛苦 最後到正大 他到正大 第一件事情 我就找他 到我研究室 我們正大研究室 是所有 國立大學裡面 包括實力大學裡面 最小的 我的研究室還在 我們在一起 好 那我第一個這兩題 我們來組一個 研究室心 就是 宗教研究室心 所以我要說 要為這個 這個 這個 軍事會 我就到我的檔案 這個破研究室 裡面有很多檔案 就要找一找 我找到一個檔案 中教研究室心 這些檔案 這個年紀大了 沒有沒有 就慢慢開始 有一些檔案 我們看到的檔案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反正前面的是 中教研究室心 第五次會議 是 美國86年1月時候 這個 會議 第五次 有一些的 包括事項 然後 有一個提案 三個提案 第三個提案 就是 蔡燕仁老師 成立 宗教研究所 《碩士班計畫案》 剛才榮平提到創業的結果 兩千萬 我不曉得那個檔案是我的老人 這個 《碩士班計畫案》的檔案 創建市 這是在96年6月 他的過程這邊就很行 所以我也不用太詳細 談講就是若異 需要我們將來的台灣宗教研究的過程 這個我可以在裡面看到 包括哪些人參與 剛才除了東方更早期 另外這次我們就從政大這方面來參與 包括像這樣第一年 我們就有一個宗教研究發展建況的系列 第一個就是蔡老師他講宗教與宗教研究方法學 第二篇也是歷史系的後來到台大 他講台灣民間信仰 研究史回復 第三場是我講的 第四場民藏官老師 他是做伊斯蘭人 還有林立仁老師 還有顧中華英明 還有沈群松老師 還有李鳳貓老師 還有潘文林老師 還有施芳農老師 那時候他還在兩開始 那時候他還在兩開始 游從啟 林本炫 許愛媛 這是從在政大這麼小的地方 我們所能想到的化學科的 在台北地區能找到的人 我們全部都找到的人 這是第一個學期 我都辦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相當不錯 第二學期 我們再繼續幫助我們幫忙 我們的資源非常的有限 當時政大剛開始成立研發處 請沈老師去當處長 所以我們跟他要了一點錢 我們跟外面也 其他單位也要了一點錢 所以我們開始 故障的一個團體 我覺得這是我們講 我們要回憶 我這次到杭州去參加 就是中國現象學 他們免費 其中一個主題就是討論 就是討論 Memory 回憶 我這回憶不只是歷史 回憶是一種意義的 重新的召喚 我們回憶的時候 有時候都忘掉了 特別現在這個年紀 很多都忘掉 那你說這正好靠我們的檔案 非常感謝 我們還 感謝我自己 還留下這些的檔案 那我看著 我就想到 這個很detail 很detail 它這個過程 所以再下來就是 申請研究所 這很快 台大當時也是在 他們要成立所 那時候 林慶寅法師在那裡還激情 本來他最激情遊說 這是當於宗教的地方 但是我們要成立的是宗教研究 不許不是老公教研究所 所以我台大的 提到院 就被殺了 我們的 提到我們那時候 因為上面的 中心的這個 我們的newsletter上面都記載 當時是簡中武店長 我一上去 馬尚浩尉一晚 會給同胖 所以這是非常的順利 所以到時候 農典老闆 你需要我們把所有資料 拔案 包括這個射所 那時候你都還沒來 就是在96年 97年 98年 那階段 那中間的話 就是籌備的情況 那籌備的話 大概就是主要的 就是幾個 籌備老師 然後來陸續再聘人 所以我 像現在宗教所的每一位老實 大概這麼進來的 都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進來 其中最主要的 靈魂的原物 就是 列人書 他對 對宗教所 可以講的就是 他是 全心全力的透露 那 最後我再提一個 就好 那整塊 超過時間 他的 沒有錯 他的 對宗教研究的理解 基本上是 哈佛來考 那 哈佛的話 上次還提到 對那個誰 上次他有回來 他們兩個都住在 世界宗教 世界宗教研究中心 哈佛 哈佛 所以我們當時成立的一個主要的 idea 就是世界宗教 世界宗教 哈佛 那我覺得這個是對 呃 這個 稍微說 有人不猜哈 哈佛 這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idea 我們想今天來講就說了 呃 在解緣以後 從九年代底陸續開始出現的 宗教研究機構跟這些學會 啊 呃 有很多是宗教團體 啊 天主教的 基督教的 去辦 強調 啊 天主教基督教研究 啊 佛教的 這個大體 去強調佛教研究 都很正常 啊 但是 國家支持的 宗教研究 我覺得它有一個 這個 一個 mission 它應該要做的就是 它應該是 超越 宗教立場 它應該是 從世界宗教 教育來看 啊 那 呃 當然我們也知道 如果是像在美國 還是像其他 這些宗教研究 跟區域性研究 跟全球戰略 這些方面 都有比起來在一起 那台灣的話 當然主要就是 以 商業 啊 科技 在全球上的 一個 互取 那這方面 包括像要到 中東 到北州 我們就很需要 要 對 相當 當地的 宗教團 的研究 啊 所以 我覺得 當時 唸人 使用的 這個 這個 mission 這是 以世界宗教 研究 擺在 唯一的 公立大學 唯一的 國立大學 做一個 教學 研究的大學 我覺得 這樣的想法 是非常清楚 那我們也希望 因為 在未來 可以 再繼續 在這方面 來進行 政大 宗教研究 它的特色 好 那我就 分享到這邊 好 謝謝 我們的兩人公司 終於慢慢的加入了很多的成員 然後我們 2001年有黃國琪老師 然後2005年有蔡元寧老師 那他們都一起經歷這個創作的過程 那我們請蔡元寧老師分享 是 那 剛剛聽到我們這麼多的當年創所的前輩老師 真的是感受到我自己覺得 我們這些比較 後來進來 宗教研究所老師 真的滿幸運 真的很幸運 整個所有的這些鋪路的基礎的工作 都已經 燕林兄都已經幫我們打下很好的基礎 不過 我也要談一談我個人跟燕林兄的這個共識 其實原早有2005年進入政大 對 因為在這之前 我剛剛拿到宗教學博士學會的時候 回到台灣的時候 就是 已經 我已經聽到的文 就是說 燕林兄 準備要成立這個台灣宗教學會 他也希望說 他也希望說 他當時候就是 跟我們這些老中青 那個三代的這些學者 對宗教研究有興趣的學者想要 一起來推動 那當然我自己就好不如意的加入 所以說 我們今天如果 用一個問卷調查 來問我們宗教系所的老師跟學生 誰是 對台灣的這個宗教學們的這個成立 這個是最關鍵的 的學者 我想這個燕林兄的分數一定是最高的 一定是最高的 那因為 這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台灣宗教學會的成立 當然這中間還有很多人的努力 剛剛我們幾位前面的都很 一起來打拚 可是 這個 台灣宗教學會的成立 然後我們唯一的國立大學 宗教研究所的成立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剛剛我們幾位前面的比較少講 因為我們一個學美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學術期刊 那過去台灣有的學員可能是 神學跟國學 那燕林兄的這一個 很努力的在台灣宗教學會的這個架構下 發展台灣宗教研究這個學刊 那中間的這個 波折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們台灣宗教學會是兩年 就是一任 就是說 就交接了 後來那一份期刊 實際上是交接到最後 好像快要來 真的是快要來 跟整個台灣的大環境 大家也有關 雖然大家都很努力 可是實際上這中間有很多的事情 就 不多談 然後 整個這個期刊真的是快要 垮掉的狀態之下 後來我們再度 請他出來 救這個期刊 所以我想波希兄對這個過程很清楚 然後他花了三年的 這等於是他在 一個 等於是他在離開人事之前 他再度做了一個揮航 實際上不應該是他這樣的一個 狀態來做的事情 他就是耗盡了很大的精力 然後在三年的時間 讓這個期刊不但救起來 而且剛剛有一個照片寫 他就是 獲選為這個 國家圖書館頒獎的 宗教哲學學們 最有影響力期刊 然後最後就進入到 TSCI 就是說人文學科核心期刊 第二級 所以怎麼樣從第二級變到第一級 我想我們大家都 必須要努力 對 所以說這三件事情 我想都跟他有 而且他絕對是這三個重要的 這個工作的 很大的一個揮搜 當然我們在座很多的這個 前輩學者的努力 也是功不可沒 但是我要坦然是 有另外一件事情 其實也很重要 也很有指標的意義 就是1999年的時候 剛好是一個要經過一個新的遷徙 所以說科技部當時候 動員了社會人文學科 各個領域的學者 準備對台灣 過去從1950到1999 的這一個所有研究成果 做了一個 做一個整個評估 然後來前瞻未來 下一個世紀 這些學科要怎麼發展 要怎麼發展 那我個人非常幸運的 那時候剛剛才拿到博士學 沒有幾年 而且還在南部某市立大學 做研究的時候 對 就被他找去 因為我個人的研究領域 比較特殊 他也希望說 等於就是說 科技部他已經 雖然甚至於 當時說 連政大都還沒有成立 1999 還是籌備階段 他已經 讓宗教學們成為一個 在這裡面 可以進行做評估 然後去跟其他的 已經有幾十年歷史的學們 一起做研究成果 評估的 然後那葉仁兄就是很理所當 在座有幾位 那個計畫的 幾十的 各個領域的老師都在場 對 然後我也是很吸引的 加入那個計畫以後 整個就跟台灣 對於那個 台灣這個領域的 各領域的學者 大概都有一些認識 然後一起打拼 那葉仁兄他也是一個 很好的leader 他就是 他就盡量能夠讓大家 學者們在做這個研究 就不要那麼 枯燥那麼苦悶 他有時候就把那個會議 帶到中原院 然後在政大 然後還有時候還去那個 新生南路的那個 紫橫汝 讓大家喝著茶一起來 好好去討論說 這些學們的這個 過去的這些成果 做一些評估 所以花了三年的時間 等於是那個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這個電力 重要學們的一個 很指標性的這個計畫 而且是在科技部的 這一個 這個支持之下 那這樣喔 教育部科技部都支持的話 我看這個學們 基本上發展 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可是 這也是我 見證到的 葉仁兄 所謂挫折感很深的 其中的一次 一次就是說 因為那一次那個 有一個領域 有一個宗教領域 沒有交出那個研究成果 出來 然後科技部就整個 就不讓這個研究成果出版 我之前聽那個 玉珍所長提到說 要 紀念仁兄 還有很多著作 沒有出版 對 然後他一直在努力在做 然後欸 在一個 舊的研究成果 還沒有載 他就又投入了 另一個新的 這個研究計畫 結果 結果 但是那個 科技部的那個主管 是直接找他的 不是去找那個學們的 那幾年 我們的整個宗教研究學們 在剛剛草莊之中 因為這樣的一個 某一個領域的成果 沒有交 然後就 變成一個黑名單 好幾年 我們都申請不到 科技部的計畫 不過整體來講 那當然那只是一個小波折 其實從2000年開始 一直到2010年 我想這個是 台灣中教學們的一個 算是 應該是很興盛的 黃金十年 因為我是要對照接下來 當一年就開始 今天淡出的時候 一些困境 就是說 這個當然 我們可能 大家要一起努力 來繼承他的這些 所留下來的一些心願 他們要怎樣 再繼續努力 所以說在2005年 我進來的這個宗教所之後 當然所有的這個 反正大宗教研究所的這些 基礎 他都已經打得很紮實的 只缺忍而已 因為原而的爭取不容易 對我等於是第三位 進入這個所的老師 然後接著也已經開始 準備要設博士班 2007年設立了這個博士班 那這個博士班的設立 本來是好事一件 可是可能是我 印象中 葉仁兄第二個 很大的挫折 待會兒我們博士班的這個 同學要來做 做那一個 葉仁兄真的是求好心切 我們也都很清楚 他就立刻要把 哈佛人的一個 嚴格的標準 加註在這個博士班 全台灣唯一的一個 國立大學的博士班 那就要跟世界頂尖大學的宗教研究 系所要用同樣的標準 要第二第三位國語 然後要論文的一些相關 還要海外元修 那段時間 當然因為我們都是一起打拼過 我們知道葉仁兄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經驗的那種期待 可是當然我們的 我現在也沒有責怪的意思 我們的研究生 人一開始就覺得 哇 我們其他學門的那個 博士班 我們國內的其他大學的 博士班 都沒有要求那麼多 為什麼我們是 被要求到幾乎要 跟國外的這些頂尖大學 一樣的這個標準 所以那時候我們 他跟同學們之間 就有一點點那一個 不太能夠相互的 這一個互相體量這樣子 對 那當然後來 再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他有一點 就是回到他比較 自己專注的一個研究所 就交給我們後面幾個老師了 那經過很多的這些 博士班的表現 也漸漸都能夠符合 這個葉仁兄的這個期望 所以經常是在 我們政大的各個博士班裡面 爭取到這些科技部 教育部的這個獎學金的 一個最大中 後來我們這個 正向的研發處 都還特別找我們所長去 在這個 學校的這個 校的這個座檀 跟校長一起坐 坐在一起 然後來分享說 我們怎麼樣 帶這個我們的 博士班的這個學生 可以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競爭力 對 那當然這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部分 那我想 他後來的這個 研究 我發覺 葉仁兄他在 生命中的這個 最後的這幾年的研究 有一個 又回歸到他原來 好像這樣子 轉了一圈 然後又回到他原來 研究了這個本 他就是 立志要去建構一個 適合於這個 華人的這種 文化的一個 宗教學理論 其實包括他 我們在 宗教所成立 也推動了 就開始 基礎文過了 我們就開始 跟國際接軌 然後跟 中國大陸的這些 宗教研究系所 也都開始交流 我們辦的那個 四校的問談 在香港中文大學的 但後來一些很 複雜的因素 辦的一文就結束了 他開始在思考 說 就是說 宗教學的理論 然後 本來這個是一個 西方學術的概念 放在我們這個 華人的這個 宗教文化的脈絡裡面 要怎麼樣的本土化 在思考這樣的一個 適合於我們本土的一個 宗教學理論 然後最難能可貴的就是說 他的學術 不斷的突破 那接著可能 接下來就是 關老師要講的部分 他說這可是理論 不能只有理論 我們要去驗證他 所以他就是 他本來不是從事 世人文背景的學者 他不是做伎量的方面 可是他卻接了一個 台灣宗教經驗的一個 伎量研究 可能這個部分 關老師可以做一些補充 用量化的方式 然後接著他開始 關注他自己最學術的 可能是初衷 就是華人的 基督教的一個研究 這個部分 他是做直性的研究 他真的開始去做 黑夜調查 想要用直性跟量化的方法 去辯證他 所 心目中 所建構的那一個 宗教學的理論 所以 後來當然他 一直都是 真的把他生命中的 這個所有 這個能量 都灌注在這個 他心目中 有影響的 那個宗教學術的這個研究 我想我如果沒有 記錯的話 他應該 他 最 他接著 他人生接了最後一個計畫 應該就是 我們在座那個計畫的老師 我們從荷蘭 那個 鳳林肯大學來的 那個 Stefan老師 就是他邀請我 跟葉年兄去四川 做那個多元宗教 他大概做了一年以後 他就 已經解放自己身體狀況 所以 那個研究 他就已經做完了 對 那當然我們繼續還是 所以說 他那個研究 他就希望用一個 比較實際的這種 人類學社那種 田野調查 來看這個 中國大陸的這個 基督教的 發展的這個現況 所以說 他的一些 開展出來的這個工作 然後 剛好 我都有這樣的一個榮幸 可以繼續的接棒 包括台灣宗教期刊 我覺得我的能力可能沒有 人脈各方面可能不如他 所以現在真的有點辛苦 需要大家來一起來幫忙 還有學會 是我的那個內人在負責的 然後這個計畫我們也一直在推動 但是說真的 因為這個當然我們 在這些宗教研究系所的崗位上 老師們真的都是很拚的 都是很拚 對 但是我們知道2010年以後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這個高等交易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自己有一個深深的這種感受 所以整體的人文學科 逐漸的 因為這整個學術平量的一些方式 有點開始逐漸的 這個資源各方面 沒有像更早的10年 這麼樣的 這個 這個 我們必須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這個真情 那不管怎麼說 我想支持我們繼續努力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很大原動力 就是跟葉林雄的這個共識 這麼多年來 覺得他這樣的一個精神 我們這些 這個 不他的這個 腳步的 我們這個後進的學者 還有包括我們的研究生 都要把他作為點壞 然後再繼續打拚 從這一個 後來的 這個第2個10年 我想 這樣講他 但是我覺得已經2019了 也是可以這麼說啦 是一個停滯的10年 有危機 但是可能也希望 它是一個轉機 讓接下來 我們台灣的這個 宗教研究的 第三個10年 能夠再繼續的 這個 新的一個境界 好 那我想我的分享 就先到這一點 那 謝謝 我在宗教所工作的時間 我覺得 對我來講 就是蔡老師就是 我先生幫蔡老師下的標題 就是永不止息 就是蔡老師是一個 就是一直一直努力學習的人 然後我們在工作當中 他常常給我一個新的挑戰 譬如說我跟他說 老師這件事情 真的沒有人做過 我問問全上沒有人做過這件事 史無前例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不是正好嗎? 我們就是開創先例的人 好 那我先要請那個 關明老師分享 就是老師推動一個 恆大在台灣地區的 這個終造經驗的研究 徐老師 各位來賓 各位市長 各位同學 非常謝謝這次經驗會邀請我來 剛才我進來的時候碰到謝世偉老師 謝世偉老師說 我好久不見了 的確 我跟宗教所的關係 也許就蔡老師來講 這是所謂的台灣宗教經驗的調查 是他的一個學術的階段 那我剛才也居然聽到 這可能是他黃金時期 就是09年的那個時候 那我非常榮幸是在 他這個黃金時期居然 我就跟他有一個 inter-site 一個交流 我說很久不見的原因是因為 我跟蔡老師真的是君子之交 我必須坦白說 2008年以前 蔡葉仁是誰 我大概不知道 雖然我是政大的老師 但是我是社科院 我是社會系的老師 我讀算做宗教研究 所以在參與這個台灣宗教經驗調查 對我來講 比較像是一個斷代史 這個就是突然之間 我變成了一個業餘的宗教社會學家 然後在那個以後呢 我大概也沒做過什麼 跟宗教研究有關 可是我自己始終認為 宗教的研究 他就反而就是應該是一個跨領域的研究 那剛才聽到 我倒很驚訝聽到 薛恩老師 是覺得不應該有一個宗教師 不過他可能應該誤解 因為社會學 在宗教社會學方面 當然也許不是一個最主要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 可是他始終有他的一個地位 有他的一個重要性 那好 那我想 就 2008年這個一年季 為什麼有這個一年季會 這個說起來 是應該 今天也許他有時間 他應該也會來的 就是郭成天老師的 這個 我跟他的接觸 因為那個時候 郭老師在更早的時候 就寫了一個 台灣的宗教跟政治的那一本書 那 我是做量化研究的 我是做調查的 那郭老師在這個量化研究上 有一些事就跟我 就跟我問一些問題 那郭老師非常的這個 這個慷慨 那今天在那本書裡面 我剛剛就合作了一個戰略 那最主要我的貢獻就是 告訴他這個統計怎麼 統計分析結果怎麼解釋 那 也因為這樣子 他大概覺得我有點會更 所以就把我拉入了這個 他同時也是宗教所的和平 所以他就把他拉我 那很奇怪 各位 剛才聽到我們正大當年 在文學院的時候 有個院級的宗教研究中心 對不對 可能在座的可能只有幾位還記得 我做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你覺得覺得很奇怪 我還有一次去參加文學院的這個院務會 然後院務人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在那裡 然後後來就說 那你以後不用來了 因為我是一個從社科院過來 然後做這個文學院那個時候的院級的 中間院級中心的主任 沒有要做一些報告 不過以後大概 不過我做那個主任 講起來 說起來就是比較是民意上的 因為真正在推動的 也就是那個時候的所長 我們的燕文兄 他是讓他做很多的事 像中間那麼做很多的事 那我只是掛個名 可是這個2008年的這個 這個因緣 這個緣分 讓我在2009年的時候 就成為他台灣 宗教經驗研究調查團隊的一個成員 那我想他是應該是2008年的時候 就是跟國會提出申請 那這個調查呢 是一個三年的一個調查 那我想我跟各位不大一樣 因為各位可能都要靠 口述一室 或是剛才那個林老師 林鄭國老師 還有一個去找舊的答案 你如果要知道 這個調查 這是 documented 我們燕仁兄的 introduction 這一張 他有書面的記錄 所以我講起來 我現在講的 我來以前 我還要先看一下 Refresh我的memory 就是到底 那個時候我們做了什麼 那為這邊推薦這本書 就是Religious Experience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China 2013年 由我們政大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書 那這裡面講起來說得很詳細 就是我們燕仁老師 他就很清楚 這一個計畫的前因跟後因 那我這邊就很簡單的 他現在做的摘要就是 那之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叫 宗教經驗的調查 事實上的確是一個開創行業 那到目前為止 台灣做過一次 就09年的時候做的調查 那以後也沒有再做過 那什麼叫宗教經驗 那對我來講也是一個新的 因為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 通常我們做宗教的社會學的研究 我想包含人類學的研究裡面 大概就是三個方面 叫做3Bs 三個B 一個叫Belonging 歸屬 就是你是屬於自己 認為屬於哪一個宗教 第二個叫Belies 就是你相信一些 比如說你覺得上帝啦 還是這些神啊 這個國家存不存在 那還是一些宗教的信念 那再來是Behaviourous Behaviourous 就是你有沒有去拜拜啦 你去上教堂啦 那大概就這個是3B 那非常有意思的是 當我被徵召參與這個計畫的時候 事實上是這個 我從來沒想過的第四個 可以說一個dimension 就是宗教的dimension 叫宗教的經驗 好 在這裡我就先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知道台灣至少在我們做調查的時候 就是我們發現 有多少人偶爾有時 我經常看到鬼嗎 來 各位猜一個數字 percentage 百分之五 這邊有30%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那我講的是 10 有沒有 5 0 50% 你看各位都很有經驗一下 如果根據這個調查 我剛剛講是 只要是 偶爾 就一兩次 到有時 到經常 我們就問了一個 叫ordinal scale 一個等級的 scale 這個比例大概是19% 這相近有20個人 就五個人裡面有一個人 他曾經 曾經被一個 一個力量 就是有經驗過一個力量 這個力量 就是鬼 是鬼 可以告訴各位 這是唯一 我每次都拿這個上課 都問學生的 你們來猜 這個是唯一台灣做過調查說 你有沒有經驗到鬼的這個線 這樣的一個經驗 那 很顯然 宗教經驗是一個 講起來 它是 可以說是一個跨宗教 不論是哪個宗教傳統 他們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從我們人的這個感官或知覺 去體會到或體驗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 那這一個宗教經驗的調查 一開始的時候 事實上是 我們這個 葉仁兄的朋友 姚新忠老師 那時候在英國教授的 那他跟他的同事 Cole Baton 在英國 做了一個調查 然後 可是那個調查 上次是在中國大陸做的 那他就 我想是 應該是他跟提議給 蔡老師說 我們也許做一個兩岸的調查 就是 台灣跟大陸 兩邊的比較 所以這也是這本書 對 是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China的起源 可是 這一個所謂的宗教經驗的研究 之所以在我們這個 可以說是華人社會 更主要的原因是 一開始它是源自於西方的 這樣子的一個 算是一個經驗式的一些 的資料和收集 那時候最主要是在英國 所以從這一個調查 可以看到幾件 我覺得是 燕恩老師 因為做了台灣研究 他開創了幾件事 那第一個 我想就是像他的 他雖然是一個宗教人 他做宗教的研究 不過他一向展現一個 就是跨語跨界的 這麼一個 很特別的 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特別的 很包容的 一個 一個 一種人傾向 那他的研究 就是 第一 就像我剛剛說 他實際上是跨 跨東西 就是 從西方來的 一個 一開始的 引起的 一個興趣 然後透過了像 姚信東老師 他決定做一個 在台灣的經驗研究 那我是覺得很重要 因為台灣的宗教的現象 我始終覺得是 Under Study 是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可以是在全世界 發光發亮的一個 一個學術的領域 但是很多原因 就是我想各位 做宗教研究 也許給我更清楚 是Under Study 那在社會學 台灣的社會學領域 也是Under Study 因為 即使在每五年的 台灣社會變性基本調查裡面 都有一期是做宗教研究 不過 我必須要說 那個能量是還蠻小的 那相對於其他的 做政治 或是做傳播 還有跨很多 真正的本業 做教育 相對來講 這個能量都比較小 那我覺得是非常可惜 那這一點就是 所以一方面是跨東西 另外一個就是 我想他就是跨學科 那他這一次就 居然找到像我們這樣的人 算是 然後他又是跨越了 他一向我想蠻熟悉的 人文學 大概是比較直信的 然後比較理論的 然後怎麼像我們這樣 比較亮化的 那我猜啊 這個是 他在這本書裡面寫的文章 大概 或相關的文章 用這個資料寫的文章 是他唯一 會用百分比 我想像其他的文章裡面 大概沒有用到百分比 那雖然即使是這樣的 他已經發現了很多 也所以 uncovered 發現了一些 也都很有意思 很重要的現象 這也許就連結了 剛才 我們一個林老師講的 他要結合這個理論 跟這個 使證的這個 這個企圖 那我想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是 他就是做華人社會 那這個跟後來我想 那個華人宗教的 在這個區域的研究 我想這個都是 他的環節的部分 所以 從剛才講 他的跨越 跨了很多語 一個是 結合了西方的 學術的研究傳統 然後到我們台灣 這個社會 兩岸的這個跨界 然後再來就是 跨學科 那還有是 即使是在 宗教研究的學科裡面 他特別挑了這個 宗教經驗的這個研究 像我剛才講的 是 東部熊瑋也只是 唯一的一次 還沒有 所以 我想做一個很簡單的 算是呼籲 第一 我想 原力老師的這一個 是 他展現了這些 跨界跨越的精神 我是希望在我們的 宗教研究所 我知道 貴所 能量 的人還是很有限 不過 我很期待 貴所 就是成為 結合跨領域的 一個平台 像我這樣的人 你不找我 我不會去找你們 因為我很忙 這樣 可是你找我 我真的去去 那我現在想一下 我也覺得 我也很 我也覺得我為什麼能做這麼多事 就是 原力老師找我 2008、2009年 我做社會信息主任 我自己2009年做一個 長期追蹤調查的 計畫主持人 那個長期追蹤調查 從2000年一直追蹤到今天 我一直在追6萬個人 我還要抽空來做一個 幾千人的調查 然後我才兼 宗教研究中心的主任 你要問我 我都說我怎麼很奇怪 我怎麼有那麼多的 時間跟精力 原因我想就很簡單 葉仁老師 如果是一個很重要的恒星的話 我就是一個路過的小行星 就被他吸引住我 然後過一陣子 我就脫離了這個 這個影響力 那這個我想就很多原因 不過 我相信有很多 像我 也許不多 總有一些像我這樣的 你如果召喚我的話 那我會 面對你介入 而且 像我剛剛說 我自己認為宗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宗教作為社會的一個現象 它跟我的感興趣的教育 譬如說 實際上是一個關係 因為他們是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那我一直想找一個機會 就很有系統的研究 教育跟宗教的行為 跟信仰的關係 這是第一個 所以 嗯 宗教所在 彥仁老師的 這個 他的這個 他的 自己的 所作所 我想是 可以繼續發言 方法 再來 當然如果形有無理 也許 十年了 可以考慮再做一次 宗教經驗的調查 這個是一個還蠻重要的調查 我覺得 沒有多少國家做過 那這也是 這本請這個前沿的 Roger Finke教授 Roger Finke 可能 各位 也許 也知道 他是美國一個 宗教社會學妹 非常重要的學者 他建立一個 網路的 資料庫的平台 在收集全世界的 宗教研究的資料 那當然 這個 REST 這個 台灣宗教經驗調查的資料 也是 他收集 已經收集在裡面 那 Roger Finke 為我們這本書 寫了一個前沿 那他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應該 以後 一定要持續 關注我們的議題 好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 我跟 燕倫老師的 這個 在 這幾年 可以說從08年到 主要到 08年到11年 那當然這本書 13年 那陸陸續續的 都還有一些 呃 來往 那 的一個 紀念跟追思 那對我來講 我想 燕倫老師 人如其名 他是一個人子 那是一個君子 那君子不棄 他真的是 很包容 那對什麼 好像什麼都可以 放在他的 這個 這個 這個胸肌 跟他的這個 那我想 他的 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順心 我想就 做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 對死 謝謝 謝謝 燕老師 就我們所知道呢 他最喜歡的 就是我們的學生 然後在這麼多學生裡面 他非常喜歡青年學者 齁 那我要請那個 最開始 好 就是 查老師照顧的青年學者 歷史系的林美香老師 來分享 謝謝 謝謝 師母 還有各位老師 大家好 我剛剛有幸 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剛才今天好幾位 情貝們分享 跟他共識的紀念 等一下有好幾位 更年輕更活潑 可愛的學生 是他交導過的 那我的角色好像比較奇怪一點 之所以在這裡呢 是因為他是我的第一個老闆 我非常幸運 在人生 念完博士之後 第一個工作 遇到正好的老闆 我是二零 這兩千年九月的時候 完成我在愛迪堡的博士 學位是歷史學博士 那當然當時開始找工作 我也不知道可以找什麼工作 因緣機會呢 知道台灣宗教學會 申請了科技部整合型的企劃 裡面有好幾位老師 可能剛剛分享幾位老師 都知道這件事情 那剛好拿到這計畫 可以聘任一位博士 專任的博士後 所以我非常幸運的 大概十月初回到台灣 十月一回來就開始工作了 那他招辦給我幾項任務 但大部分我都做得很糟糕 因為比如說報帳啊 和銷啊 開會啊 通知大家開會 以及會議記錄 我真的通通都做得非常的糟糕 但是他對我很包容 真的從來沒有說過什麼事情 那帳有什麼疲勒 他也從來沒有批評過 那交給我的工作當中 還有一位是跟 還有一項是跟葡牧周老師 我們好像定期的去談 那個台灣宗教 那個看悟 所以第一期是我 那時候在負責這件事情 但是我的貢獻完全沒有 那還有一件事情 是我非常喜歡的 我的貢獻度也很低 但他對我的影響一直到現在 就是這本書 這也是蔡英文老師出版的 第一本專書 《天啟於舊書》 如果大家手邊還有這本書的話 我覺得非常非常榮幸 就是在這本書的序言最後面 在提到榮田的地方 我的名字也出現 那當時因為我剛好念完博士 我自己做的也是西方的歷史 當然不是上讀的歷史 我自己研究的是16世紀的 英格蘭史 英國史 但是他想 我想他當時的想法是說 反正剛回來的博士 讓他讀點東西也是好的 他很客氣的說 請我批評啊 執教啊 讀一讀看有沒有什麼地方要改的 那我很認真的 就是他把草稿都給我 事實上 他過去就是已經很有系統 很有計畫的出版的每一篇期刊 最後綜合性的把它集合成 就是經過整理修改 變的這本書 他給我的時候是草稿 但是其實已經很完整了 我看完之後 其實我跟老師說沒有任何要改的 本來是我自己 學習到非常多的東西 那因為這本書 我覺得給我的影響是說 可以看到天然老師 在出版書這本書之前 他其實就很有系統的 就一篇一篇的出 那最後結合在一起 這本書其實談的範圍非常廣 主要是希臘化時代 西元前三世紀到西元後三世紀 就是上下縱橫六百年左右的歷史 那他從 談這個先知的時代 談末世的思想 也談魯馬帝國對宗教的政策 後面還邊附入呢 是談猶太人的智慧傳統 非常的完整 我覺得對我影響就是 我進了政大之後 當時其實我在做這個博士後 我也不知道我未來會在哪裡工作 那很巧合的是 我也進了政大工作 我也必須要在一定時間內 出版專書 我覺得這本書給我很好的帶領 和啟發就是 我後來的路也是這樣走的 我就是有計畫性的 一篇一篇出了之後 然後等他集結在一起 當然再加上稿論和結論 一本書就出來了 所以我在進了政大歷史系之後 第六年出版了我第一本專書 我必須感謝蔡燃老師 也感謝這本書 還有一個很明人機會的事情 是因為蔡老師 離開了 就是轉到了宗教所 所以他原來教 剛剛我們那個 我們系上的六相光老師分享說 他教靖東 希臘 羅馬史 他走了之後呢 就換我來教這個課 所以我進歷史系的第二年 我是2001年進政大歷史系 然後第二年呢 我就是教靖東 希臘 羅馬 就是蔡老師教過我的課 太好了 這本書 就是我現學現賣最好的工具 因為我自己並不研究上服食 所以我每次都是前一天回 我應該都前幾天拼命的讀 然後到了課堂上 跟學生現學現賣 我覺得學生很可憐 本來他們被蔡老師教得好好的 訓練得很好 結果遇到我這個半路出家的 其實很多東西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講的真是糟糕 或者講的不是很對 那這本書就成為我很好的教材 我也請我的學生讀這本書 所以我想不管是就我自己的研究 出版或是教學來說 這本書真的都給我很大的幫助 對不起 我要放下了一下 在這本書的最前面 這可以嗎 在這本書的最前面呢 還有當時蔡老師在90年4月29號 他簽名送給我的 所以我最近在看到這個簽名的時候 我覺得真是太棒了 我留下來了 對不起 這個簽名 還有在序的第九頁最後的地方 蔡老師說我想 我想唯有愛與溫情 方式超越末世絕境最大的希望吧 就在那一段 那個地方他感謝師母 我看了之後覺得 我很想跟蔡老師說 對的沒錯 愛與溫情是我們在活著的時候 在地上害怕擔憂末世 或想像末世時最大的安慰 在蔡老師寫這段序言 感謝師母的時候 在自理行間我也可以感受到 她已經享有滿滿的愛跟溫情 所以對這一點我也覺得 非常為蔡老師感到開心 謝謝師母 也謝謝大家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 接下來我們邀請中教所的幾位老師指導過的學生 或是跟老師一起工作過的學生 分享一下老師在他們生命當中的影響 那我們先請維英姐 剛剛林老師說後面來的是 跳跳蹦蹦的年輕學生 我是王維廷 師母好 各位老師同學來賓好 2005年我進入宗教研究所 當時47歲 是班上年紀較大的一個學生 應該是最大 上過了蔡老師的必修課和學修課 就開始寫論文 我的論文是鴿子與聖靈 我很苦惱 不曉得要找誰指導我 一來自己年紀比較大 社會上普遍說來 認為年紀大 尤其是還是學生的 就是能力比較差 我也不否認我能力的確也不太好 二來我做聖經研究 從事這類聖經研究的教授很少 還有呢我又不是宗教系出身 認識的老師很少 所以真的一籌莫展 不曉得找誰好 我想到我自己的情況 一個老老的陌生的女學生 然後突然上門來要求指導 很可能立刻就被人拒絕了 那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我把寫好的第一張拿給蔡老師 我跟他說 老師我不清楚可以找誰指導 能不能請您先幫我看一看 你再告訴我 根據像這樣的論文 我可以找誰指導比較好 老師就答應了 他很仔細的看認真的看 看完以後呢在電話裡 給了我幾點建議 我就順著說老師你講的真好 我年紀比較大 恐怕找不到人願意指導我 您就指導我吧 老師顯得有一點被強迫 好吧我指導你 這個論文指導和寫作的來往 我更加認識蔡老師 對研究的認真和嚴謹 她成為我很好的榜樣 2009年政大畢業以後 隔年我進入輔大宗教系繼續讀書 我的博士論文是 從摩西舉舌到人子背舉 論文進行到一半的資格考 和論文完成的學位考 都是請蔡老師擔任口試委員 蔡老師不但幫我審稿 提出很好的建議 還主持了兩次考試程序的進行 可以說在我碩士班 直到博士班整個學習的過程 從蔡老師身上 我學到豐富的知識和做學問的態度 我對老師的另外一個印象 是老師的英文好極了 碩士認為寫完必須寫一個英文的摘要 我寫完摘要請了一個在英國 讀了兩個碩士學位的朋友幫我改 他說他在英國還修改英國同學的英文 我想這下沒問題 沒有想到他改好的英文摘要 蔡老師又發現兩個錯誤 每年的7月10號 我都會用電子郵件寫一封信 祝賀老師生日快樂 收到的回信往往都是告訴我 他在國外某處不是遊玩 而是教學或是研究 老師每一年每一次都會親切的回信 感謝我給他的祝福 去年我是這樣寫的 沒有一年像今年這樣 對您說生日快樂 卻感覺您正在兼具的人生階段 要如何接受這種祝賀呢 但是我仍然寫來了衝心的祝賀 也讓您知道我為您禱告 願上帝賜給您從天上來的平安和喜樂 也求主與您的夫人和其他的家人同在 平安喜樂 老師雖然病著 當天他就回覆我 他回覆說很溫馨很感激 老師在這段療養過程 始終對所有周遭的人心懷感激 這也是值得我效法學習的 今年的7月10號 知道老師已經住院了 祝賀是否要寫更難決定 我還是寫了 7月10日是您的生日 學生在此祭上祝福 直到您最近住院 希望您轉為為安 感謝您的教導 衷心祝福您平安 享受主愛 往後的7月10日 我仍然會追憶老師 感謝老師的教導 我會繼續努力 謝謝 我們現在請一名公文分享 師父好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張毅 2003年自美國波士教大學 升學院碩士畢業之後 我決定返回台灣 貢獻所學 除了服務教會之外 也從2004年開始在福大 擔任教職 也在新聞界服務 教書一兩年之後 深切發現自己所學不足 一直想要返回美國公讀博士 但是因為小孩剛剛出生 又已經訂出台北 因此無法如願 偶然之間在書店發現 《天啟救食》那本書 拜讀之後 驚喜有將 發現正大 有一位蔡燕仁老師 與蔡燕仁老師的研究領域 就是早期基督宗教研究 正就是我原本打算 反美深造的領域 我因此決定不捨近求遠 2009年報考正大宗教研究所 比試之後 我的面試 由當時所長 蔡燕仁老師 與蔡燕仁老師 擔任主考官 對於我這個 深入天主教會事務 甚深的基督徒 又是福大監客教師 又在報社全職上班 未來如何面對繁重 又多元的研究工作 與學業壓力 兩位老師都有關心 與親切的詢問 我依舊清晰清楚的記得 蔡燕仁老師 靜靜的坐在一旁 用她炯炯有神的雙眼 看著我 接著並緩和溫柔又慈祥的聲音 述說她對我未來研究 與學習路途上 可能會遇到的艱辛 表達關懷之意 蔡燕仁老師講話實 不虛不疾 開明誠懇 溫柔堅定 這是我對蔡燕仁老師的第一個印象 這個印象深刻落映在我的心中 直到十年之後的今天 依舊屹立在目 2009年 我以一班生正取第一名的身份 錄取進入政大宗教所 開始了我的博士研究學功 對於研究跟學習 當時的我已經四十歲了 深知這一切得來不易 更相信這一切都是天主的恩寵 跟降福 我因此非常珍惜每一次的課程 認真完成指定閱讀 認真撰寫研究報告 蔡燕仁老師的課程 更是我每個學期必修的課 老師都會在課堂要求我們 認真學習 認真撰寫研究報告 老師自己也認真評閱 事實上 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其他論文 發表在輔大神學院的神學論集 其實就是我博士班一年級 在蔡燕仁老師課程 早期基督宗教作品閱讀 的起播報告 蔡老師在批閱中 對我的報告讚許有加 讓我鼓起勇氣投稿 沒有想到竟然獲得 輔大神學院資深評審 神父們的欣賞與喜愛 蔡燕仁老師作為政大宗教研究所 創所的所長 對研究生有極高的期望 這同時也反映出 蔡老師在政大推動 世界研究 世界宗教研究的淋雨壯志 蔡燕仁老師 在制定研究生修課 及畢業規定的時候 參考了哈佛大學神學院 博士班的畢業規定 結果不僅讓博士生感到困難重重 甚至有所抱怨 更也因多年來沒有博士畢業生 而影響教育部的評鑑結果 我從美國回來 深知蔡燕仁老師這些規定 用意量身 所以我積極地 配合也努力地完成 可以因此在四年內完成博士學位 成為本所第一屆的畢業生 面對研究生們的埋怨 研究所經營時困難跟挑戰 蔡燕仁老師堅持理想 風骨凌雲 不願低頭妥協 然而她的內心其實非常煎熬 因為老師完全理解 也體會研究生們做研究時候的困難 但是她也對來自學生們的埋怨 感到傷心難禍 我在過去三年多來 一直擔任蔡老師的博士後研究員 2018年就是去年五六月間 老師的身體已經非常不適 必須要停止研究接受治療 那一天我開車送老師 從政大返回新店 在車上老師溫柔低緩地說起 多年前的那件往事 她說 一鳴你現在已經畢業 在學界服務多年 你應該知道我當初的苦心 博士研究生應該要有第二外國語言 應該要有經典語言 要有在國外異地研究的經驗跟能力 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沒有這些能力跟訓練怎麼行呢 那些曾經對這些規定埋怨的同學們 實在沒有體會到老師的用心和栽培啊 突然老師就不再說了 用他炯炯永神的眼睛 靜靜地凝視車窗外的世界 我知道老師仍然傷心 老師對我們這些在政大宗教研究所唸書的博士生們 真的有很高很高的期望 期待我們能接下他沉重的棒子 繼續他未盡的大業 我就讀博士班三年級的時候 拿到美國母校給我的入學許可I20 要了回去念神學博士 我因此徵求政大教育部跟宗教研究所所長 當時是黃伯奇老師的同意 修學一個學期 返回美國波斯登大學神學院 以及哈佛大學神學院 以正式研究生的身份修課 我在哈佛神學院修 Thom Koster老教授的課 他是蔡雁仁老師年輕時 在哈佛求學時候的老師 我徵求Koster老教授的同意 拍了一張合照 寄回來給蔡老師看 老師看了以後回覆說 Thom Koster雖然老了些 但神情已久 謝謝你寄來的照片 我在哈佛圖書館讀書時常想 蔡老師如果也能來這裡走走走 一定也很高興 在另外一封回信中 蔡老師說 人到了終年 還能夠返回學校念書 是一件幸福的事 老師回信都很簡短 但都一筆重地 我每次收到蔡老師的回信 都有這種感覺 蔡老師非常忙碌 願意寫信回覆我 對我來說如獲至寶 我喜愛音樂 自幼服務教會聖樂至今不斷 蔡老師也知道這件事情 因此在我就讀博士班時 有一次委託我父親 邀請教會的和尚團 到老師主辦的學術院討會中 獻唱聖歌 我當時感到十分的榮幸和開心 因為可以用我喜愛 跟最熟悉的教會聲音樂 貢獻給政大的宗教研究所 事後我才得知 原來 蔡老師自己也喜歡音樂 也喜歡教會音樂 多年之後 我讀到一篇 老師在2013年 發表在中原大學 宗教研究所 《漢語基督教論評》的一篇文章 題目是《宗教當作音樂》 一個類比的觀點 蔡老師認為 以下是蔡老師的話 與其從理性或認知科學角度認識宗教 並將宗教研究與其他科學學門相提並論 不如視宗教為音樂 而宗教研究應該更接近一門藝術學門 蔡老師多年來不斷致力於宗教研究 晚年更以什麼是宗教為題 向科技部提出多年期的研究案 也曾經向我提及 她希望未來有機會 把她這多年來的研究成果 發表出書 為華人宗教研究學書界 提出一個新的研究觀點 可惜老師發現自己罹患癌症 不久就殺手人寰 蒙族重招 如今老師在主耶穌的寶座前 她一定正陶醉在天使們歌頌上帝榮光的美麗聖樂中 並且與天使們共同歡唱 甚至偏然起舞 蔡老師沒有離開我們 她的身影依舊在正大宗教所的教室和回廊中 她的精神繼續在我們每一個學生的心裡燃燒著 催促著我們要好好用功念書 好好做研究 繼續為華人宗教研究的學術界 貢獻一己之力 我們要揭起棒子 繼續前進 不辜負老師的厚望 讓老師可以開心地在天上 跟天使們一起哼唱著讚美上帝的聖歌 我是大二的時候認識蔡老師的 那時候就是剛剛劉曉光老師講的1996年 她當到正大歷史第二年 那時候修她的系統上古史 那時候老師很年輕 好像在我們系上算是年輕帥氣的一起人 那時候有幾個老師都是這樣子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她做了一個演講 那時候我是學會的美宣 畫了一個大海報在那個四位堂前面 上面寫 史上最帥歷史系老師 然後那天下午剛好要上西洋上古史 然後那天老師的心情很好 他說因為他看到那個海報 然後整個人都飄飄來 然後那時候沒有人知道 正上歷史系的老師沒有人知道 那是我畫的 不然大概可能會因為說 只稱讚蔡老師沒有稱讚其他老師 然後就會 所以很高興有這個 應該說很榮幸這個機會 然後可能在這邊分享我所認識的蔡老師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上西洋上古史的時候 是在現在已經燒掉那個中山科學研究所的那個場地 那時候也是一個原型的教室 那因為老師那時候是年輕帥氣 所以你是要做第一排的都是學姐跟女同學這樣 然後我們這種不大念術都做最後一排 那前幾天我剛好我去看一下我自己的東西 我本來以為 意識系修史料應該是很厲害 結果剛看到林鄭國老師拿厚厚的 我就覺得是很遺憾這樣子 我找到西洋上古史的課程大綱 就是當時蔡英文老師幫我編的那個課綱 還有兩次我的期中考的考卷 老正大人看到這個應該會很懷念 成績不怎麼樣 但是充滿了對老師的回憶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老師剛來宗教所 剛來歷史系 那時候他最讓我們印象深刻就是 他對於英文的要求 剛剛幾位老師跟同學都提到 那對我們來講 英文又不是很好 可是那時候要上西洋上古史的時候 蔡老師他給我們讀的是一種厚厚的叫做原點 就是the source 我們到現在都還記得 全部都是英文這樣子 然後每一堂都有他必定要讀的進度 但我們因為沒有讀完 所以每次都只好讀在最後面 然後不敢被老師看到 後來進到這大宗教所才發現 當時蔡老師的鐘就是要還了 所以呢 花了很多的時間 然後我們來讀英文 然後參加老師的課 那所以其實在宗教所的很多同學 包括我們博士班的一些學習 比如我小幾屆的同學都有同樣的回憶 就是每次要上課之前才發現沒有讀完 然後互相溝通 你也沒讀完 我沒讀完 就大家都沒讀完這樣子 那時候剛好是我女兒出生 快要滿一歲的時候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那時候都是三點鐘起床喂奶 然後四點鐘開始讀老師的配朋友 然後後來呢 很快的我女兒就能夠睡過夜了 就我也跟著睡過夜了 所以就沒有讀完 但是老師又很好 而且他特別喜歡用就是 讓我們閱讀英文 我相信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一個訓練 那每次老師呢都會拿一張B5的火葉子 我想大家應該都看過 每次上課的時候他就拿一個B5的火葉子 上面寫的密密麻麻 都是他讀書的心得 我想說我交不出來一頁的配本 結果老師可以寫的密密麻麻 所以這是他在他閱讀之類的 要跟我們一起閱讀這些配本當中 他自己從中當中很多的體會 因為他想要跟我們分享的東西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老師坐在上面 我坐在下面的差異這樣子 那我跟宗教所的玉海跟博協 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回憶 就是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一起在澳洲的一個國際研討會 組成一個panel 然後那個時候呢 因為我們英文都不好 所以我們想說 找一個英文好的老師帶我們去 這樣至少呢 當有人提問的時候 我們不至於說不會回 不會連題目都聽不懂 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找蔡老師 問說蔡老師你們 這個榮幸邀請你們當我們的chair 老師當時一口就答應 他說沒有問題啊 我們這樣也可以順便去澳洲 看看他的親人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師母又一同去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天我們報告完了 體驗完了以後 老師跟師母就請我們吃飯 然後坐在那個餐桌的時候呢 老師就突然間講我們說 因為我們都是基督徒 我帶你們一起禱告 然後去做泄漢的禱告這樣子 然後這次我們的體會 就是柏仙哥有提到說 這是我們第一次感受到說 我們所平常接觸的這個宗教學者 他也有宗教人的名義 然後但是那一次的感覺就是 我們跟老師非常非常的親密 那一次其實有一個差距就是 我們那時候因為班機眼霧起飛 從桃園市場起飛 然後我們是經馬來西亞轉 所以到馬來西亞的時候呢 那下一班飛機已經要開了 已經要飛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 用跑的方式跑到我們要轉機 在那個班機上 後來我們人到了澳洲 可是我們的行李還在馬來西亞 所以我們所有的西裝都在馬來西亞 就是爸爸要穿的衣服都在馬來西亞 結果那時候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老師都來了嘛對不對 然後老師都穿的西裝筆挺的 我們怎麼不能不隨便就上台 所以我們就去買了一個 有那個袋鼠的logo的那個帽婷 變成我們的制服這樣 我們就上台 一開始我就跟他講說很抱歉 因為我們的行李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你想一想 我會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就是 我們的chair 主持穿的西裝筆挺 結果我們穿的是很casual 就是很愉快的一個帽婷這樣 那其實在這次要去澳洲的行程當中 我們遇到一些困難的 首先當然包括就是我們的英文的問題 再來就是我們的經費的問題 那我這幾天也回去翻了一下 那時候跟老師來往信件 老師知道我們在經濟上有困難 他特別就是跟當時所長蔡元寧老師 就也要想說我們到底有什麼方式 可以生成那些工具 他對我們這個方面的支持跟鼓勵 是非常非常大的 特別是他跟我們講 把你的栽料寄給我不要看 因為他怕我們的英文太差這樣子 結果我們改了很多 我印象中老師有一次在上課的時候 跟我們說跟我們分享說 他那時候要開台灣之前 要去國外念書的時候 他在飛機上跟自己講說 我再也沒有可能來這個地方 我出去就不要再回來 我想這大概可能跟當時的一些政治環境 或是大環境有關 但是我很感謝神也感謝蔡老師 最後沒有做這樣的決定 他還是回來 因為他的回來 讓我們終於在我們的 求學過程當中 是很多認識這樣一位 亦師亦友亦兄亦父的好老師 所以很高興你們有這個機會 在這邊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所認識的蔡元寧老師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接下來要請美增姐 他是老師 就是在他的這個職業生涯當中的 最後一位指導的博士生 好 我們請美增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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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今年7月 要不然財產業 或是學位 我剛聽了幾位 可以 你們都提到 你們年進很大的時候 才是知道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事實 是我可以提供蔡老師的成績 他根本看不到你幾歲 他根本看不到你是怎麼樣的魅勇 因為我就跟蔡老師同年 但是我從來沒有感覺到 他感覺到我現在的階段 就是不是幾歲 你是在能說了什麼階段 大家都說我是蔡老師指導的 最後一個學生 這是我的心理 但是 我心裡知道 就是 我是蔡老師還沒有完全指導的一個學生 今年6月的時候 有一天不到新年山上 跟蔡老師討論我們 都是用來的 然後我們討論了一下之後 蔡老師就停了下來 他喘了一口氣 然後跟我說 我本來還有很多人都連接工作 要怎麼去做 當然 這個本來永遠都會有 後來 所以這是我一個很大的遺憾 但是一個更大的遺憾 我必須在這裡講的 因為剛剛各位市長都提到 蔡老師在學術裡面有很多的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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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他說這會是我最後一個身體的研究計畫 我希望藉由這三年的研究計畫 把我畢生宗教研究的想法 心得 理論 做一個整理 這是我可以 不是 蔡老師 他說我可以為臺灣的宗教研究 做一個貢獻 當然這不久之後 蔡老師就確定離岸 所以在107年的春天的時候 蔡老師跟我講說 他必須讀這個研究計畫的時候 坦白講我非常沉重 因為這幾乎就是蔡老師的遺憾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認為這是臺灣宗教研究的遺憾 因為再看不到這個東西 到五分鐘 這一次七八年我對蔡老師的印象 他來講 搶人手來 但是我在兩三個月 我為不斷的思考 我有問題再也不能夠問蔡老師說 請給我一些意見 我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沒有辦法找到蔡老師做討論 我正開始回想 蔡老師這七八年來 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當然學術研究 是一個很多人面向的 各位先進已經提到很多 蔡老師在學術方面 有一個進展完成 但是以我一個學生而言 我的重點放在蔡老師的一個學者的基本態度 我想在座中校所的老師或是同學 一定都會同意的說法 蔡老師他永遠就是努力掠讀 用心思考 然後開放討論 這三個基本上是學生的基本功 但是蔡老師我七八年來的觀察 我清清楚楚的確定 蔡老師就是親身體實踐 他永遠就是努力掠讀 用心思考 開放討論 我想我身為蔡老師 最後的一任研究或是教學的助理 我希望今天在座 如果還有學歷學院 親愛的學歷學院 我們追思蔡老師 就是以我們後進來講話 我們要堅持蔡老師不斷合金命運 你一定要用心業務 努力業務 用心思考 然後動作討論 這是我今天可以表達的心理 謝謝 現在我要請一位 請一位來分享 蔡老師 各位好 很高興接在美芬的後面 美芬講了老師在 學術上的 對學生的要求 然後 我今天特別想要講的事情 是就是自從就在八月份之後 就是參加完老師就一連串入鏈 樹上 告別禮拜之後 我在這些 具有很明確的宗教性的場合裡面 我不特別感覺到就是 蔡老師對我個人的影響 當然他過去已經 都有學術上很大的影響 但在這些場合裡面 我特別感覺到 蔡老師對我個人的影響 可能是在於說 老師示範的一個生命的樣子 那個樣子是怎麼樣呢 就是一個學者 一個好的宗教權學者 他可以又是 同時是一個好的信仰者 就是 就是 然後我對他這樣的認識 我必須要說 就是說 我實際上是透過他在生病 然後他 離開後來的這兩年多 那雖然我們都很捨不得他 就是有這樣的折磨 然後這麼早就離開我們 太早了 可是因為他經歷的這些疾病 痛苦 然後我有機會跟他有一些 談話 互動 就是我 就是才會有機會看到他這種 雙重的 兼具宗教 學者 然後又是基督徒這種 這種 熬練之後的生命的質地 如果用一個比較學術性的語言來 寬我想要講的事情 那大概就是說 蔡老師他示範的一個學者 他如果同時有信仰者跟研究者這種 雙重的視野 他可以同時對自己的學術 也可以對自己的信仰 生活帶來幫助 那對我自己來說 我是一個接受中藥學訓練的基督徒 那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提醒 很大的提醒 然後同時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那實際上來說就是過去就是在 不管是在課堂上 或老師寫作裡面 然後經常提到 他對信仰者研究者 然後宣內圈外 或者宗教研究可化約不可化約 這些他放在宗教研究基本議題裡面的看法 然後他在許多文章裡面 他也提到 其實他有很多的宗教學者 他基本上都同時是信仰者 然後後來變成研究者 那這個普遍的狀況就是可能會帶來就是 可能的缺點就是 宗教學界可能會安於自身的宗教現況 然後因此他很嚴格的說 這是他的文字 他說因此會不知長進 但是呢 他也提到 這樣雙重飾演的優點 也有可能有機會回過頭來 同時提升自身的宗教團體 然後也提升宗教學界的進展 那經過這段時間看起來 蔡老師很顯然 用了他自己的雙重飾演 然後他在學術界也有所建築 然後也在自己的信仰團體裡面受到推崇 可是我要老實說 就是在老師生病之前 就是蔡老師作為一個學者的形象 比他個人的基督徒身分來的清楚很多 就是可能就像剛剛學長一樣 就是其實我自己參與過老師 關於比如說 基督教全球化 以及運動 或者是找基督教的這些課堂 然後通常在這種基督教 直接討論基督教的課堂裡面 通常修課的同學 大部分都是圈內的信仰者 也就是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那其實在這種場合裡面 他也幾乎絕口不提他個人的信仰背景 那在這些討論的裡面 我們閱讀很多資料 譬如說我們會讀到 基督教內部有一些 就是很受敬仰的那種早期教父的原點 然後也會讀到這些中土的傳承 或者是各種信經等等 那他其實對於教會內部啊 的批評是非常的嚴格的 就是說 比如說他會提到 就是他不認為當時羅馬帝國 破壞基督圖的現象有那麼的誇張 然後他會批評說 這些內部的文獻在歷史文獻上啊 歷史研究上 他的觀點其實是非常受到的局限 然後甚至對這些中土傳承信經啊 他有很大程度去神文化的詮釋 他好像希望我們這些基督徒學生 可以注意到就是在過程裡面 有很多成為建構的積累傳統 可是在這種很批判性的視野裡面啊 我其實很難想像他的基督教信仰 然後我當然知道老師的教派背景 然後我也因為朋友啊 或學長的關係 大概知道他在自己的教會裡面 其實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然後我想再多各位都知道 老師的個性他很少提到他自己 所以我幾乎沒有聽過他提到 他自己的信仰生活 而且啊 後來我發現好像不是只有我這樣 就是我在這個參加這些儀式 告別式等等的場合的時候 在很多不同的同學的分享裡面 他們也都說到 欸好像大家都是在老師病後 然後看到他在教會裡面 分享的這些YouTube影片裡面 然後我們才特別的意識到 欸原來老師是一個這麼投入的記錄圖 然後在2017年的9月 老師找美芬跟我一起幫忙 就是一個關於宗教跟靈性經驗的課 然後在那個課裡面 因為美芬做的研究是 跟很多靈性經驗的案例 所以他提供很多案例讓我們閱讀 然後當時蔡老師他已經動過 動完肺炎的手術 然後肺炎手術之後 他住了蠻長一段時間 照顧病房 然後其實他自己後來他提到 他在照顧病房裡面 他有一些蠻特別的經驗 然後 可是在那裡面 在那課堂裡面 我常常觀察到老師在提自己經驗的時候 他好像有很多的掙扎 就是說 不過因為美芬的研究 他就是要談案例嘛 然後我自己的研究 又比較偏向心理學識的實證研究 所以我們總是不斷要強調說 今天很重要啊 然後他才會 好像有點免為其難 然後 不太習慣去說 他自己在教育病房那種 當然在瘀血上 可能被歸類為之彰望啊 可是他沒有驚恐的感受 然後又帶著很多的宗教意向的那種 特殊的體驗像 然後蔡老師生病之後 我幾次有機會跟他見面 然後蔡老師就會 後來就開始比較多的提到他自己對教會會友的感謝 然後有時也會提到詩歌啊 經文啊 就是這些 宗教的意向對他 在郭治療會者裡面對他的服務 然後後來我在 大家開始有一些見證分享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說 我才比較明確的注意到 原來老師在他忙碌的學生涯裡面 其實他花了很多時間在陪伴自己教會裡面的年輕人 然後有一個影片我是特別印象深刻的 就是說在那個影片裡面他要回答教會青年的提問 然後他不只回答青年的提問 他給自己問了一個很 如果從教內觀點來看 應該算是很大逆不道的問題 結果他質問說 聖約書教會是一個唯一得救真教會嗎 我在教派內應該絕對不敢問這個問題 他說聖約書教會是一個唯一得救真教會嗎 然後他就藉著這個 直接批判自己這個教團預設的這個問題 然後他從聖經神學從教會歷史 還有從人的信仰發展的角度 在他當然就是很豐富的 宗教學神學知識的背景的方稱底下 我覺得很可貴的事情是 他用教內信仰者的語言示範了 要怎麼樣穿透宗教學上所謂那種積累傳統 然後得到通達到根基 就是核心的那種個人信心的這個思考的路徑 超市的那段影片剛剛分了好幾個 大概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在看那一個多小時的影片裡面 他超市長咳嗽 然後上氣不接下氣 然後其實講話有時候非常吃力 可是他的思慮是非常清晰的 然後在這個清晰的思慮裡面 反映出的對我來說 他不是某種通過論證所得到 然後一些宗教知識堆疊出來的結果 我個人看到的是 那是一種活生生 然後個人反思信仰生命的歷程 也就是說他當時所談的 其實就是他自己年輕的時候 離開安全舒適 他自己說的台中教會 然後去到美國 獨自一個人面對 就是完全是異教 我們世界的那個反思的歷程 他在影片提到說 當時他要去美國的時候 教會的長輩耳提命令跟他說 那種 美國是一個很淫貌的地方 然後非常小心 他帶著這樣的警告 然後把自己放到那種 他不僅是異教 連那種美國 我們以為是基督教世界 連那種你應該 應該是安全制的 基督教世界 都顯得萬分 危險 莫分的那種處境裡面 所以陳老師把自己放在那種 很複雜的中教世界裡面 在當中他可以願意 然後突破自己的 教派思考的框架 然後藉著中教學的訓練 通達到他者 然後接下來 回過頭來看他自己 然後因此對他自身所處的 基督教信仰的 崭新的體認 可是陳倫老師他 他就是一個很 他就是一個敦厚的 我覺得他 令我非常尊敬的地方是 當他見過 經歷過這些 很廣闊 很自由 或者是很不一樣的世界之後 他明明很清楚自己教會的曲線跟 就是他是一個比較小的地方 可是他仍然願意回到自己的教會裡面 他在影片裡面說他自己是一個恩典的接受者 因此他不會成為一個專賣者 他不誇獎 他不標舉自身 然後也不認為自己跟別人相比 有怎麼樣的不同 他說神不會成為自己的 或者是某一個教會的家神 他感念教會自己的愛 也因此他願意回過到 在自己的教會裡面 培養教會的新少年 然後在那一個多小時的答問之後 蔡老師勉勵青年做個成熟的基督徒 然後好像講完之後 他發現自己講太長了 他又怕自己顯得太過嚴肅 然後又鼓勵他們要做一點快樂的事情 去做一些好笑的事情 參與在現實世界裡面 然後也學習承擔自己的選擇 2014年的時候 蔡老師在中央學會年會的演講裡面 他提到說 作為信仰者的研究者 不需要承擔更大的壓力 然後也因此需要更多知識跟道德勇氣 然後他啟免中央學圈 他當時是在中央學會年會上面講 能夠善用自己的角色發揮正面的功能 對於自己所屬的宗教團體 然後不但要為他們獎金說法 傳遞、維護神學或法脈 更有責任導引這些團體 正式聚變的多元環境 教育他們理解眾多的他者宗教 並且進一步介紹中央學務界的觀點 和研究成果 縮短團體 中央團體跟當代處境的距離 很顯然蔡老師 作為中央學者所呼籲的 跟他自己在教會裡面所做到的 不僅是一次而已 他親身示範 中央學訓練中 對他者的認識 被深化對自身信仰的領悟 然後信仰者對中央宗教的 親身參與所能的體悟 又能夠回過回來 成為研究者跟他者共感的基礎 於是研究者的身分成為 信仰者的助益 然後信仰者的角色也使 他成為更好的研究者 在這個過程裡面 蔡老師在他人生歷程中 示範著他對一個理想的中央學者 應該怎麼樣的生命情況 那對我來說 或者是對我們大家來說 後繼的我們 要怎麼樣才能夠做到 一樣或者是更好 這大概是蔡老師所留下對付 或者對我們的挑戰 謝謝 謝謝大家的一天 下午的分享 那我就更加的尊敬蔡老師了 而且我更感謝她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學生非常優秀 我們作為老師 關注在學生上面的經歷 是有味道的 我們也會覺得宗教學的發展 在臺灣蔡老師起了一個很好的開頭 我們希望感謝她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討論一個展望 我想這個展望 還是以我們政大宗教所的一個立場 來看看在學術方面 我們怎麼樣去提升 怎麼樣去闡釋蔡老師她的學術研究 所以我想除了黃老師 剛剛提出來的兩個的這個 中老師也 然後還有一個 我認為在我如果研究所所長的任務 我覺得要做的一個東西 就是幫蔡老師在出版上的書 我想大家都會將來會很多紀念她的文集 大家都會寫 但是大家看一下我們這本紀念冊裡面 我們幫蔡老師大概按照她的研究主題 把她的所有的出版幕 大概分了一下 我發現她出的書 自己寫的書其實就有一本 然後她還有編輯別的英文書這樣子 但是她很多東西她是有連續關懷的 那剛剛我也很高興美甄提到說 蔡老師最後的一個研究計畫 如果可以給我們分享看的話 也許我們想辦法把她最後用一個 她自己寫的那個計畫作為藍本 然後再幫她整理出來她的書 當然我們也需要這個寫的同意 這個是我們宗教所可能 目前我想這一兩年 我們現在把它做出來的一個工作 這是我提的一個案子 然後剛剛蔡國琪老師有提兩個案子 OK 大家都還記得嗎 第一個設假水晶 對不對 第二個是設假座 OK 那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件 那還有沒有別的提案 我們可以做的 譬如說我們今天其實剛剛那個 呂老師有提到 我們根本就是從五四以來 整個宗教的研究這個社群 以蔡老師她的一個發展的力氣 她凝聚一個社群出來 這個我們今天所有的都還會繼續 有一個記錄 對 那個我想今天剛剛美恩老師也在這邊 我們也到過蔡老師的家裡 我想如果同學在那邊上過課的 他們也會更清楚 那蔡老師她沒有什麼其他的興趣 就是買書看書等等 所以我其實想今天那個 林老師的想法 就是這一些珍貴的這些書 其實也是你的紀念 但是呢也是很多同學的紀念 那我不曉得 林老師你目前有什麼樣的一種心境 然後你有什麼樣的一種打算 然後我們都在尊重這個 你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你來談談你的心境 然後我們以你的這個心境 跟你的感受為主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看 蔡老師的這些 我們他們過去都會說啦 父親留的東西都很多的手 那一樣的 學生對老師其實跟對父親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這年又聽得到 美女跟這個夫妻之間的一種 長期的共同打拼的感情 特別是那整個 整個客廳的那個書架 那我就比較冒昧的 就是提出聽聽看這個 也可以說美女老師你的想法 然後我們完全理解 也完全尊重你的想法 那如果你 我們聽聽你的想法 然後再來看一看說 我們李所長 或者我們手裡頭 能夠為在這件事情上面 能夠做一點什麼樣的幫助 好不好 各位關心 唐靠燕仁的先進 同學大家好 我們沒有打算請你來講話 你那麼好是點名 我只好上來講幾句話 我真的很感謝各位 那 這個問題其實我也很傷腦筋了 好 那 店員老師他在很早以前 其實就一直在跟我說 那以後這些書要怎麼辦 那 應該要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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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 不然書百則還是浪費 所以我覺得這個需要從長記憶 那 不只是他的書 他其實有很多的筆記 他跟你有人看得懂 因為他字其實還蠻吵的 就只有他知道他在寫什麼 有很多 那他的 外甥名 一個外甥人在 目前在 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 那他就跟我說 他應該要成立一個 Digital Archive 的這種概念這樣子 那我想我會朝這樣的方向去思考 然後可是我一個人沒有這個力量 那 一真老師說 當他 他 他也還想說 也希望能夠 至少他研究室的書 那 也不要就是 散掉了 這樣子 那 那 那他也 也希望說有一個 會有看葉討會 然後 然後 要 review 他 那 也讓老師他過去的 著作啊 什麼之類的 這類的 這個想法 那 那我當時有跟他說 這個需要實施的 是一個teamwork 然後需要不同的領域 因為他的興趣是比較廣 有基督教的 世界宗教的 然後有儒教的 然後有在中國 這個華人的這個基督教 那種種的這個領域 那 其實都跟不同的學者 有些連結 那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不同這些 跟他的興趣有關的這些學者 都能夠連結起來 那當然不只是為了他自己 我覺得是為了這個 宗教研究這個領域 再往前進 這就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他的書 他的中心 都有點貢獻 當作一個起點 當作一個大家 比較凝聚大家力量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 這是樂觀啟程的 那希望各位先進 各位有志於這個領域發展的 這些好朋友們 都能夠手心的手 大家一起來努力 是這樣子 我出課像我這樣 可是這具體要怎麼做 要怎麼樣比較 有系統來執行 那我覺得需要借助 中間研究所 甚至中間學會的力量 還有政大 大家一起來 來組成一個committee也好 或是一個什麼協議也好 然後我們再來分化思考 怎麼有系統來整理 然後要處理這些資料這樣子 那這是我的想法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同學跟各位貴賓 大家翻開第一頁 我們在下面有一個 蔡妍林老師紀念名語 照片一端上傳網址 如果你願意加入一個team的話 即使你說我要去幫忙班書 那研究室的時候 我們都非常感謝 好不好 大家可以把您的聯絡方式 跟您的專長放上去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做佛教研究的 那我還是希望說 有一些基督宗教研究的學者 能夠出來幫我們組織一下 蔡老師的這個書 然後剛剛美方的研究計畫 所以蔡老師自己是有一個 有一個picture 有一個計畫的 那所以也許能幫這個 有專門技術的來幫專門的 沒有門道的花力氣也不錯 所以還有我們會把今天的這個演講 也都會錄影上去 我覺得這就是作為一部 臺灣宗教學領域發展的一個歷史 這個反走過的領域 像後肌都不一樣 而且我看蔡老師的學生 個個都非常年少 我覺得將來我們可以繼續 除了我們這些學者 跟蔡老師同輩的學者 還有年輕的學生 我們可以一起努力再做一些事情 還有臺灣宗教學會 我們主要的團體都在這邊 好 那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接下來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CM歌 是其實蔡老師有和Tim的關係 我們邀請那個周教所的同學 就是可以唱這條歌的就可以一直到前面來 然後這條歌是叫做活出愛 它是老師就是生病的時間 這樣會有小朋友去看老師 就唱這條歌鼓勵老師 所以今天我也要把這條歌獻給梅琳姐 就是當梅琳姐看到我們的時候 就知道老師也在我們的身上活出愛 所以我要請周教所同學在這邊 然後可以唱歌的就來這裡唱 你們手上都有一個歌單 好 那我們就在今天的尾聲呢 我們就是用這條歌也來祝福我們現場的來賓 就是蔡老師的那個愛啊 就活在我們的裡面 然後也希望你們活出你們的愛這樣子 那我們一起來為大家唱這條歌 叫做活出愛 我們請秀協幫我們放歌 我們有一個歌的歌 我們可以唱歌 我們有一個歌的歌 我們要學會嗎 有一個歌唱歌 像是說唱歌 一份愛從天而來 比閃高 比踏深 測不到 摸不著 卻看得見 因為有你 因為有我 感情給 勇氣愛 把心中這一份愛 活出來 耶穌的愛 提禮我 敞開我的生命 讓自己 成為別人主 耶穌的愛 點燃我 心中 熊熊愛我 我們一起 向世界 活出愛 有一份愛 從天而來 比閃高 比踏深 測不到 摸不著 卻看得見 因為有你 因為有我 感情給 勇氣愛 把心中這一份愛 活出來 耶穌的愛 提禮我 敞開我的生命 讓自己 成為別人 祝福 耶穌的愛 點燃我 心中 熊熊愛我 我們一起 向世界 活出愛 現場的來賓 如果你們 會唱這條歌 待會 也可以跟我們 一起唱喔 請您 生愛 我一份愛 從天而來 比閃高 比一海深 測不到 側看得見 側看得見 因為有你 因為有我 感情給 勇氣愛 好心中 這裡的愛 活出來 耶穌的愛 提禮我 敞開我的生命 讓自己 成為別人 祝福 耶穌的愛 點燃我 心中 熊熊愛我 我們一起 向世界 活出愛 耶穌的愛 提禮我 敞開我的生命 讓自己 成為別人 祝福 耶穌的愛 點燃我 心中 熊熊愛我 我們一起 向世界 活出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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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平安 保持首歌 祝福大家 祝大家平安 保持首歌 祝福大家 接下來呢 我們外面呢 有一個舞台 噢 師父說 我們大家平安 來拍張照 那 怎麼拍比較好呢 大家集中 坐中間 好嗎 大家集中 然後呢 我們請我們的 站台 來幫我們 照一張相 這是蔡老師 最後寫給大家的 這是她愛大家 那她可以帶著這個 祝福回去 那我們請大家 集中 坐在中間 加坎 你怎麼拍比較好 欸 站在一頓啊 中間 對 就是靠到中間 她可以拍的地方 都可以 坐著就可以 因為這個是階梯教室 好 大家都不要被擋到喔 好 唯一嘛 那 benim分別的地方 妳這倒いただ了 我就幫你 講笑出來啦 這邊的位子 請老師 要讓我前面 對 我才正在坐 對 您看看 之後 要讓我 Depois 換他們 往前面 這邊都來位置 來 盡量的 如果前面你坐 就往前 你坐 一直列入 應該要再起下方 該怎麼會猜 因為大家做的 所以我稍微站過 好然後這邊 3 2 1 再一張 最後一張 2 1 1 2 1 3 2 1 2 2 3 2 2 3 2 2 2 3 2 2 2 3 2 1 另外一邊有茶點請大家可以去 又到另外一邊享受一位的茶點 我焊錄的就是那個一個清酒的黃酒玉 龍漢百合一個酒玉 五十五個月 一個月就是一個 burst 個月 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一個月的建築 一個月的建築 一萬四月的建築 一個月一個月是一個月的建築 一個月公開的建築 一個月始終於是一個月的建築